第621章 隔断太古 三大天阶高手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协议之地 他们一分一秒也不想停留 面对那能够扭转时空的神秘人 他们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 希望有多远躲多远 在这个时空他们无法动手 这实在太被动于危险了 时间的力量剧烈波动 眼看着三人与陈南的身影渐渐淡去 但是突然间陈南似乎像是想起了什么 漠然间停了下来 他们再次显现在神魔灵园中 为什么停下来 德蒙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有些紧张的问道 我想起来了 既要我们已经来到了历史时空中 我觉得应该去一趟太古 不然太过遗憾了 应该弄清楚当时的战况 明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毕竟 根据那神秘人所说 一万年后太古诸神将回归 我们应该掌握更多的情况 早做防备为好 去 太古 小子 你 疯了 法祖吃惊地望着他 遇到一个神秘人已经让他心惊胆战了 如果去了太古天知道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物 南宫仙也是激烈反对 道 不行 不能再犯险了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太古时期太过凶险了 万一遇到传说中的苍天 黄天等 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南迫切想回到太古时期 他想弄明白一些事情 道 诸位 你们不愿意在未来掌握主动吗 如果清楚地知道 太古发生了什么 知道太古诸神回归 将采取哪些动作 我们不是站到了先机吗 可以从容布置 早做准备 说实话 陈南确实有想将三大天阶高手交代 在古代的想法 毕竟这三人都不是善类啊 但是他怕因此而改变历史 不过有需要冒险的地方 当然要带上他们了 时间在逆转 空间在虚弹 最后四大天阶高手齐声大叫 他们穿梭进时空通道中 混沌之光闪烁 随后漫天星光照耀 他们在未知的历史时空下 急速穿行 目的地太古时代任意一地方 该死的 我想杀了你 得猛气的大叫 如果没有见识过神秘人 他或许不这么激动 但是现在 他已经深深知道 逆转时空回到古代 不比进入未来世界安全 同样充满了巨大的危险 法祖和南宫仙 也都脸色铁青无比 他们面色不善地看着陈南 如果不是穿越时空 需要陈南掌控 他们真想立刻出手对付他 浩瀚星空 璀璨星辰闪耀 四大天阶高手 在这古代世界中 逆着岁月的轨迹 冲向太古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四人皆感觉到了 一股明显不同的气氛 那是沧桑古朴的气息 那是无尽岁月的沉淀 那是无限时间的起点 他们知道太古接近了 他们即将回归到 那诸神闪耀的年代 也是最后灿烂辉煌的时刻 这是无比纷繁复杂的大时代 在灿烂的星光消逝后 在无尽的混沌神光泥灭后 一片苍茫大队 出现在四大天阶高手的眼中 无尽沧桑沉重的气息浩荡而来 这便是那太古时代的神舟 近了 又近了 四大天阶高手即将冲入神话传说中的 太古时代 将见证曾经的辉煌岁月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传来阵阵波动 一股浩瀚如海的力量 铺天盖地而来 彻底阻断了他们的前路 无尽混沌光芒闪现 彻底封锁了前方的时空 这 时间 空间被截断了 四大高手无比震惊 有无法想象的力量 断绝了通往太古时代的道路 这是怎么回事 尽管德猛非常不愿意进入太古时代 但是此刻突然发生这种状况 同样让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想要弄个究竟 南宫仙儿五妹的容颜上 那无限风情渐渐脸去了 慢慢露出无比凝重之态 道 这 超乎想象的力量 隔断一切 不过 似乎不是单纯地针对我们 似乎是为了阻断所有人 法祖也惊疑不定地道 是的 有些存在不愿意 后人来到太古探寻 是什么人不下的呢 陈南静静地立在虚空中 望着前方无尽的混沌 恍惚间还能够看到 一片模糊的大地就在前方 对于这个问题 其他三人心中都没底 这实在不好猜测 不过无论如何 部下如此大洁界的人 定然法力无边 也许是太古高手部下的 也许是 他们的敌对力量 四人默默互看了一眼 他们都没有开口 过了很长时间 他们最终猜到了 最为可能的一种情况 这 似乎是所谓的主宰者 封印了太古 因为 他们觉得 唯有这个虚无缥缈的存在 似乎才有这样的力量 陈南想要突破试试看 结果惹得另外三大天阶高手 脸色骤变 不过还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混沌结界实在太坚固了 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都难以奈何他 如此近距离地逼近的太古 但终究被隔断在外 不光是陈南 就是另外三人 也多少有些遗憾 法祖与南宫仙 虽然也是太古人物 但是许多重大隐秘 他们是不知道的 陈南感叹道 看来我们真的将无功而返了 就当陈南将要离去之际 萌萌混沌中 突然迸发出一片刺目的光芒 一阵海啸般的波动浩荡 而出 四道神圣光辉突破混沌将要冲出来 那是 德蒙吃惊地睁大了双目 产生道 是太古世界冲过来的四股力量 那的确是隐隐绰绰的太古时空中 穿透过来的四道璀璨神力 他们突破过了封印的混沌地带 向着四大天阶高手冲来 四人顿时紧张与激动起来 时空都摇动了起来 那四道力量冲了过来 灿灿神光消失了 四片青叶上飘落而下 映衬在无尽混沌前 显得如此的奇异 突破而来的竟然是四片青叶 四大高手下意识地伸手去接 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神力了 在冲破混沌封印的过程中 已经耗尽了 咔嚓 一声脆响 一片青叶突然粉碎了 他虽然冲过了混沌封印 但终究还是没有 承受中那恐怖的力量 最终毁灭了 四大天阶高手 感觉万分可惜 飘落而下的三片青叶 被他们接在了手中 很寻常的叶片 不过是之前被人注入了 无上的神力而已 青色的叶片上 是触目惊心的血字 一叶一血字 分别是 生 灭 重 这是何叶 四大天阶高手同时皱眉 太古世界有高手 向他们传递某种信息 但是缺少了一片青叶 似乎很难理解 南宫仙儿自语道 按照不同顺序组合起来 有着不同的意思啊 重灭生 重生灭 生重灭 灭重生 如果用排除法 似乎只剩下重生灭 与灭重生 还算连贯 可是 第四片叶子破碎了 无法还原 它是一个变数啊 缺少那一字 意义将可能相差 十万八千里 他说的没有错 第四个字是个变数 第四叶变数 最不可预测 那是最为关键一字 可惜它破灭了 让四大天阶高手 不能得到最终信息 他们也想打穿 混沌封印 传过去消息 但是四人发现 他们徒劳无功 而那太古世界 也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波动透发过来 四大天阶高手 充满了无尽的遗憾 有人要向他们传达什么呀 但是他们没有 最终收到完整的信息 可惜了 时间在飞快流逝 四人沿着历史长河 超越光速前进 他们这一次 要彻底回归了 无限的历史时空下 陈南他们快速穿越飞行 自太古而回 到距现实时空一万年 八千年 五千年 直至百年 陈南已经能够 很好的控制时间 与空间的力量 不会再像开始那般 出现误差 目的地定位在 初始地 时空大神的那片空间 八十年 六十年 四十年 一年 眼看即将彻底回归 但就在这个时候 时间的长河中 在无限的星辰照耀下 一个庞然大物 张牙舞爪向着他们冲来 该死的 那是什么 格猛精的大叫 陈南 法祖 南宫仙 也立刻变色 在穿越时空时 就怕出现可怕的变故 无疑他们非常不幸地遇到了 那是一条 足有千丈长的虫体 通体墨绿 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他竟然破入了空间通道中 朝着陈南他们腾飞而来 法祖大叫 快 我想起来了 这是时空妖兽 快回到现实时空中 不然我们麻烦大了 在无尽的时空中 有一种妖兽出没与混沌中 他们能够吞噬各种能量 可以轻易破入时空隧道中 毫无疑问 陈南他们非常不幸地遇到了 这样世所罕见的洪荒妖兽 他漂浮在迷茫的时空隧道中 无尽岁月了 今日恰巧遇到 归途中的陈南他们 法祖道不是惧怕 这种洪荒妖兽的实力 只是在这历史时空中 他们无法动用力量 但这种可怕的妖兽 却没有丝毫限制 不过好在距离 现实时空的岁月非常近了 当时空妖兽逼近时 空间碎裂了 无尽的光芒闪耀着 陈南他们冲出了时空通道 一片惊呼声传来 时空大神的空间内 众神才看到 陈南他们四人消失 而紧接着又发现 他们回归了 是的 尽管陈南他们 在历史时空中 漂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在现实时空中 时间却根本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 那是什么 天哪 是龙吗 太丑陋了 不是龙 是一条虫子 除了陈南他们四人 顺利归回外 一个不速之客 跟着偷渡了过来 时空妖兽尾 随着四人 来到了现实世界 陈南 法祖 德蒙 南宫仙都想出手 立刻灭杀这条 千丈长的妖兽 墨绿色的虫体 妖气冲天 可以感觉到 他体内蕴含的恐怖力量 简直可以堪比 一个天阶高手 显然他是有智慧的生物 看到四大天阶高手 向他靠拢 他意识到了危险 如蛇一般盘绕起来 悬浮到高天之上 不过 这里毕竟有四大天阶高手 对付他这样一个妖兽 是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高天之上 忽然传来一道惊叹声 时空妖兽 不要杀他 无论是陈南四人 还是这片空间的众神 都听出了这道声音 是何人所发 竟然是大魔的师父 魔师 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天而降 一把将那千丈长的 时空妖兽 抓到了手中 未等着妖兽激烈反抗 巨大的手掌 划开一片空间 将之丢了进去 强大的魔师 时空妖兽消失了 剧长也消失了 不过 紧接着光芒一闪 高天之上 设下一道璀璨的光柱 一条人影 沿着灿灿神光冲了下来 出现在地面上的 四大高手金钱 这是一个高大的青年 长发如墨 见眉入病 面如刀削 但是没有人会 将他当成一个年轻人 从他那双沧桑的毛子 可以看出 他必然是一个 经历了无尽岁月的强者 魔主 陈南惊叫了起来 这个人除了一头黑发 与魔主的白发不同之外 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发阻 南宫仙也惊恶无比 最后他们 像是想起了什么 纷纷失声道 是你 你居然没有死去 你没有 被你的哥哥魔主杀死 第622章 天宝 南宫仙与法祖 震惊到极点 他们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之人 有些不相信这一切 陈南也是无比吃惊 看着这与魔主容貌 几乎一致的人 他几乎真的 把对方当成了 那个千古狂人 你 不是被魔主 杀死了吗 法祖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这可是传说中的 超绝强者啊 是千古魔主的亲弟弟 是一个早因死在 太古时期的高手 怎么又好好的复活而出了呢 南宫仙与也静一不定 道 传说魔主杀青 杀起来杀敌 用近乎自残的功法 收集庞大的能量 来重创敌人 不是死在那一了吗 传说并不可靠 我是险些死去 但是我兄长 宁可自己灵魂近乎粉碎 也保存下了我的灵魂 使我黯然逃过那一劫 和魔主一般雄伟的身躯 透发着可怕的是 他的话语很平淡 虽然向众神解释了原因 但是却仿佛在说着 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远处众神目瞪口呆 这是谁 魔主的亲弟弟啊 即便无法相比魔主 但是能插到哪里去呢 绝对是天下间 有数的高手之一 众神惊恶过后 立时沸腾了 所有人都望着魔师 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 陈南更是激动无比 这可是传说中的强绝人物啊 南宫仙 法祖虽然在那太古时期 没有与眼前这人打过交道 但是也曾照面过 也听闻过他的事迹 这绝对是一个强者 如果第五届在黑起再来犯 这个人绝对有能力与之相抗 德蒙却是脸色变了又变 这莫名其妙出现的太古高手 让他心中坠坠不安 不知道以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南有许多话想询问魔师 魔主将之留在人间界 肯定有深意啊 但是 当初第五届来犯之时 他为什么没有出手呢 魔师似乎能够看透陈南所想 哦 我才从沉睡中醒来 以前黑起来犯时 我不方便出手 如果他再来 定然与他一会 接着 他不给陈南发问的机会 道 那空间妖兽 乃是最为难得一见的洪荒一种 能够得知识乃天性啊 哈哈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看得出他情绪波动非常剧烈 能够让一个超绝强者 如对此失态 可想而知 那妖兽的重要性 知道吗 他能够穿透时空的力量阻隔 是破毁封印的圣物 魔师没有细说 究竟要用时空妖兽做什么 但是从他激动的样子可以看出 定然有大用处 好久之后 魔师脸去了笑容 一脸无比郑重之色的 盯着四大天阶高手 道 我在你们的身上 感觉到了故人的气息 看得出他之所以现身 原因就在于此 两道可怕的光芒 自他双目中透发而出 在四大天阶高手身上扫视着 三片青叶 分别自南宫仙 德蒙 法祖的身上 冲飞而起 透发出三道璀璨的神光 而后飘落而下 向着魔师手中落去 绿色神光脸去后 绿叶变得很普通 不过那上面触目惊心的血字 让魔师立刻变了颜色 他的神情激动无比 道 是 他 重 灭 生 魔师神情凝重地 看着青叶上的血字 一字一顿 他神情凝重到极点 最后露出了苦苦思索的神态 陈南忍不住开口道 本有四片青叶 但是第四片青叶爆碎了 魔师听闻此话 双目中爆射出两道可怕的光芒 而后无言地望向天际 过了很久才常叹道 变数 变数啊 第四叶 注定将成为千古变数 可能将要影响未来的一切啊 有这么严重吗 德蒙虽然不是这一届的人 但是听闻魔师的话语后 依然充满了好奇心 当然 魔师脸色有些阴沉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道 如果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 就知道这四叶传书 有多么的重要了 那人是谁 听到这里 四大天阶高手 同时忍不住问了起来 你们详细告诉我 在太古时期的遭遇 陈南将回归太古时 所遇到的一切 详细数说了一遍 该死 魔师双全狠狠地垂在了一起 时空大神遗留的这片空间 顿时剧烈动荡起来 远处的诸神东倒西歪 险些被那狂暴的能量轰飞 德蒙脸色骤变 暗暗震惊于人间界高手之强横 那是跨越时空的传音啊 那人在太古时期 便捕捉到了未来的某些片段 用青叶传言于你们 他也许在向后人预警 也许在提示我们该如何做 听闻魔师如此说 所有人都感觉非常的震惊 那人并不是看到陈南他们前去 才打出四片青叶的 而是早已推算出某些未来的片段 而在太古时期 就打出了四片青叶 而陈南他们经过无尽岁月 逆转时空而去 刚好接到 这是何等的神通 当真是公参造化啊 跨越千古传言 简直有些让人难以想象 那人识谁 四大天街高手 忍不住同时问道 大神 独孤拜天 听闻此话 不仅陈南四人被震住了 众神也是呆呆发愣啊 自从无天之日过后 许多太古时期的强者的名字 开始在两界流传 大神独孤拜天 这个神上之神 对于众多神灵来说 简直如雷贯耳 没有人不知道 这位太古禁忌大神的威名 居然 是他 法祖艰难地咽下 一口唾液 看着魔师手中的三片青叶 他一阵发愣 南宫仙 陈南 德蒙心中 也是波澜起伏 传说中的大神 独孤拜天 打出了四字针眼啊 他们居然跨越时空 接到了那人的三片青叶 这实在太过震撼了 刷 光芒一闪 魔师凭空消失了 这份功力 让德蒙与法祖等人 自愧远比不上 一时间这片空间内 鸦雀无声 过了好久终身 似乎才回过神来 大神独孤拜天 不是消失了吗 德蒙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可以不知道 人间界其他太古高手 但绝不可能不知道 独孤拜天与魔主 要知道 这两人当年 都曾转战过六届啊 第五届 有关于他们的许多传说 应该 消失了吧 法祖神青有些恍惚地道 也许是他生命 最后时刻看破了什么 所以打出了四片青叶 留给后人 南宫仙儿却迟疑起来 道 到了现在 我有些不相信那些传说了 魔师都还好好地 活在这个世上 天知道独孤拜天 是否有朝一日 也会归来呢 陈南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在静静地思考着这一切 听闻南宫仙儿的话语后 德猛甚是不自然 那种人物回归 他这个君王的野心 当真是要老老实实地 收拢起来了呀 法祖犹豫了片刻 道 应该 不会出现了吧 魔主曾说过 独孤拜天允落了 这一次四大天阶高手 率领众神来到小六道 寻找时空大神的遗宝 一进行时空穿越 寻觅生命源泉 就这样的落幕了 法祖虽然想得到 太上望情路 但是被陈南婉拒了 理由便是在 时空大神的空间内 屡屡被其攻击 穿越时空前往古代 也没有得到生命源泉 没有达到之前所说的条件 法祖气恼地率领西方的神灵 第一时间离去了 德猛也是紧随着跟了出去 受陈南委托 南宫仙儿娇笑连连 带领着玄奘等人也离去了 陈南想一个人静静地 在时空大神的空间中 闭关修炼 他要看破太极神魔图的秘密 因为他知道那神秘人所说的天宝 就是太极图 生命源泉就蕴含在神魔图中 紫禁神龙 龙宝宝 小凤凰 龙儿很想留下来 但都被陈南送走了 龙武也非常地担心陈南 但是在陈南神识传音的解释中 也明白了 他确实需要 一个人静静参悟修炼 与乾隆一起依依不舍地离去了 龙武自己也需要闭关了 弃绝天女的功力 急需要他去练化 他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无形中 他的气质也在慢慢改变着 心中曾经的依依之情似乎正在慢慢淡化 所有人都走了 唯有陈南一个人 留在时空大神的天地中 最后 他坐在了一片绿草地之上 整个人陷入空灵之境 陈南必须要参悟透天宝神魔徒 未来一千年六界 必将有天大的事情发生 传说中的太古强者将完成时空之旅 重新来到这个世上 魔主等人也将从第三界回归 太古诸神将再现于世 一个混沦大时代将来临 他必须在这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禁忌的天地中 陈南如一尊化石一般 一动也不动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了 他整个人 已然沉浸在了一种微妙的玄境中 他掌握了时间与空间的本源力量 期间不断地感悟着时空的奥秘 三个月相对于来说 相当于三万年那么漫长 他在时间长河中穿梭 他在无限空间中神游 他自身神石海中寻觅 外界已经发生了不少事情 但是陈南不得而知 他整个人 依然沉寂在探索的旅途中 不过 每一道经脉 每一寸肌肤都被神石轻制了 但是太极图神魔图 却不见踪影 以前他清楚地记得 两色光球就沉浸在汽海中 但是现在 早已无影无踪了 直至又过了一个月 陈南在参悟时空本源力量时 差一点走上自毁的道路 他才在体内感觉到了 那熟悉的脉动 在那一颗神魔图显现了 陈南不计后果 神石向着体内 那道神秘光团冲去 不过咫尺之遥 却仿似天涯那般遥远 仿佛隔着一片时空 陈南的神石在不断飞行 但是前方的神魔图 也在不断地远去 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 一道无法逾越的空间 这是怎么回事 陈南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疑问 机缘巧合之下 终于寻觅到了神魔图 为何渴望而不可及呢 时空 他默然想到了 太极神魔图 虽然在他的体内 但是有时空的力量在阻挡 与他的神石海隔断了 就如那被隔断的太古一般 陈南在体内 运用起时空本源的力量 不断追寻着神魔图 在无尽的神石海中飞行 又是一个月 陈南感觉自己 仿佛穿越了宇宙洪荒一般 仿佛经历了无尽久远的岁月 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停住在神石海中 无言地看着前方的太极神魔图 令他大感惊讶 神魔图竟然也停了下来 但是 这个时候 他实在没有力气了 感觉筋疲力竭 整个人坠落而下 向着无尽的神石海 深处沉去 恍惚间 他看到太极神魔图冲了过来 疯狂地旋转着 越变越大 最后竟然将他笼罩了 该死 陈南最后残存了意识大叫道 太极图竟然要吞噬他 哄 金色生枝气息 与黑色死亡气息浩荡 太极图遮拢了陈南的神石海 生猛地将他吞没了 第623章 曾经的强大的魂力 太极图竟然要吞噬陈南 在神石海中遮天盖垫下 在刹那间 放大了千万倍 整片神石海都被他笼罩了 陈南已经历劫昏迷了过去 没有任何抵挡 就被神魔图吞没了 这是一片奇异的世界 不错 确实可以说成是世界 外人看来 太极图很小 容纳于陈南的体内 但是其内部空间无限广阔 就像戒子那虚迷一般 里面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神异世界 陈南在这片浩瀚空间中 如一粒微尘般渺小 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带中 生殖气息与死亡气息同时浩荡 金色的光波似海浪一般在涌动 让昏迷中的陈南灵石 感觉阵阵温暖与舒服 但是 每当金色力量退却时 朦胧的黑色死亡力量 就会涌动而来 透发着邪义的恐怖气息 令昏迷中的陈南 颇有冰火两重天之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南才悠悠行转 四周一片空旷 无尽的虚空 也不知道有多久的广阔 放仿佛置身于一片 永恒孤寂的宇宙空间中 只是这里没有星光 没有生命 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飘落在虚空中 时不时有淡淡 金色光芒闪耀 以及黑色死亡气息涌动 这是一个无比奇异的所在 他清楚地记得 被神魔图图吞没了 现在打亮着四周的景物 他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现在是在神魔图中 原来太极图内部 竟然是这个样子 不对啊 不应该是如此空气的虚空啊 太极图可是吞噬了 不少厉害的角色 里面绝不可能如此平静 当陈南静下心来后 瞬间就感觉到了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他在无尽的虚空中飞行 穿越着不断涌动的生枝气息 与死亡气息 他冲向了虚空的最深处 也不知道 飞行多了少万里 仿似永远没有尽头一般 直至他快失去耐心之际 前方朦胧的光辉 像一盏明灯一般照耀开来 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那是一道混沌神盲 像一轮太阳般 照耀在这片无比广阔的虚空中 陈南加速飞行 快速冲了过去 来到镜前才发现 那是一道门户 一个高大壮阔的混沌之门 陈南略作犹豫 而后缓慢向镜前飞去 他清楚地感觉到 那磅礴如海般的力量 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不可揣测的力量 在这混沌门内 最终 陈南飞进了混沌门内 并没有任何力量阻挡 他顺利进入 这是一片更加奇特的空间 同样的茫茫无际 不过里面不再是无比空旷 他看到了许多神殿 漂浮在虚空中 感觉到里面有一道道 魂力透发而出 这是 忽然间 无尽的虚空中 无数的神殿全部站立了起来 里面传出阵阵咆哮之音 万千的魂魄在哀嚎 一道道魂影浮现在各座神殿之上 他们目光呆滞地嘶吼着 在那一瞬间 陈南立刻明白了 这是 埋葬在神魔灵园的神魔残魂 陈南一时间被镇住了 这么多的神魔残魂啊 居然都被拘禁在这里 不过 这还不是全部 他快速冲过了重重电雨 在前方又看到了一处四 炼狱般的地带 无数的魂影在那里哀嚎挣扎 看到这里 陈南心惊无比 这神魔图内实在太过诡异了 他可以肯定 神魔图虽然将它吞没了 但是似乎并没有伤害它之意 到了现在 它还依然能够行动自如 但是那些神魔魂影显然有限制 都被定在了特殊的地狱 而且 那些魂影显然都是残缺的 穿过炼狱地带 他看到前方 更是出现了一片万魂挣扎的地带 那里的神魔残魂 仿佛陷入了泥沼一般 难以自拔 绕过这片区域 前方是一片奇异的所在 虚空中竟然漂浮着一片沙漠 点点绿色光芒 在金色的沙地上闪耀着 那是一株株不知名的奇异植物 悉数地分散在沙漠中 树里远能见到一株 每一株植物都盛开着巨大的花朵 里面包裹着一个神魔的残魂 唯有投颅露在巨大的花朵外面 陈南感觉很诧异 凭着感觉 他觉得 这些神魔似乎比之前看到的那些 魂影墙上不少 漠然间 他的双目透发透发出两道神光 那些植被的根部 竟然有强大的生命波动 一滴一滴的水珠 在洒落而下 渗入根部 竟然是生命源泉 虽然量很少 但是可以看出 这正是原始的生命源泉 它们正在慢慢凝聚而成 果然 生命源泉 果然是神魔之力的精华 陈南感叹 随后 他继续向着沙漠深处飞去 不多时 在沙漠深处 突然看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花朵 比之之前 看到的要大上许多倍 当陈南看到那巨大的花朵中 露着的头颅时 他神情顿时一震 这道魂影 竟然是那颂赞德布 竟然是那被他第一个 杀掉的太古君王 居然发现了他 着实让陈南有些吃尽 太极神魔图 真的是一个无比神异的天宝啊 看到当初的可怕敌人 陈南不禁细细打量起来 颂赞德布所在的花珠 也在滴落生命源泉 通过仔细观察 陈南发觉方才的认知是错误的 花朵中被包裹的神魔 并不是在单纯地制造生命源泉 虽然不断有雨露洒落 但是通过仔细追踪发觉 那滴落的生命源泉入土之后 又从根部供给了上去 似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片沙漠中出现的 稀稀落落的神魔花珠 似乎并非生命源泉的制造者 神魔图并不想毁灭它们 而是让它们进行着良性的循环 难道 这些神魔有用不成 陈南心中充满了疑惑 看着那宋赞得不紧闭双目 一点知觉也没有 陈南不禁皱了皱眉头 他凭着本能的知觉看出 沙漠中出现的数量稀少的神魔 都是非常强大的 似乎有着不同一般的身份 也许正是因为 它们曾经强大无比 所以才会有这种不同的待遇 陈南继续向里飞行 在无尽的沙漠中 他竟然发现了几朵 不弱于宋赞得不的花朵 那巨大的花瓣 透发着强烈的生命波动 到了此刻 陈南深深被震撼了 有如此花朵 说明这几人 似乎不比宋赞得不落多少啊 都应该是绝顶强人 这神魔图实在太协议了 这可是大手笔啊 当年居然有这等强者陨落 被葬在了神魔陵园 被太极图吸纳了部分残魂 飞行了多半个时辰 陈南来到了沙漠的中央地带 这里景象大不相同 竟然出现了一片绿洲 那里生长着大量青壁翠绿的植物 透发着冲天的神光 远远望去 灿灿绿芒象通天巨珠一般 庞大的生命波动 如汪洋一般在这里浩荡 陈南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绿光中 下方各种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神树林草 遍布在每一寸土地之上 一条青泉叮叮咚咚 发着欢快的鸣 走在缓缓流淌着 陈南的眼睛顿时就直了 那竟然是生命源泉 隔着很远 他就感觉到了浩瀚如海般的生命波动 到了这个时刻 陈南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 世人苦苦追寻的生命源泉 竟然在这里 传说中的无根灵泉啊 居然在他体内的神魔途中 正是由于这生命源泉的存在 才让各种仙树林草更加的神异 经过神泉的浇灌与滋润 每株植被放到外界来说 都是世所罕见的天才地宝 看到这里 陈南一惊 这片大沙漠中 那些花朵中的神魔 似乎是被这生命源泉 维系在某种特殊的状态啊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无根之泉 陈南的心中是无比欢悦的 雨昕 陈家八魂的问题 或许有办法解决了 他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在茂密的天才地宝中穿行 当陈南来到一个 由生命源泉击据成的小湖泊时 他立刻呆住了 湖泊的周围郁郁葱葱 绿色神光冲天 就在那湖泊的正上空 一个赤裸的男子 被各种藤条包裹着 将他牢牢地禁锢在了空中 陈南险些大叫出来 那不是救他吗 模样气质丝毫不差 不过 被禁锢在小湖上空的陈南 似乎没有任何意识 唯有难以揣测的 强大能量波动 到了现在 陈南脑中忽然灵光一现 他曾经吸收过 太上陈南的魂力 也曾经将魔性陈南的力量 积散在自己的体内 但是那庞大的力量 最终都不知去向 现在 他看着空中那个男子 心中顿时恍然 那完全是强大的魂力 凝聚而成的 不仅包括了那太上陈南 与魔性陈南的魂力 还包括自己当年全盛时期的力量 那些流逝的力量 并没有消散而去 而是积聚到了一起 被禁锢在了这里 这并非错觉 毕竟那是曾经属于陈南的力量 此刻的感觉绝不会错 啊 陈南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他看到了重心强大起来的希望 沉寂了十几载啊 沸馋之身 饱受煎熬 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 终于看到了一条复归的光明大道 好久之后 他才平静下来 陈南并没有鲁莽行动 既然如此强大的魂力 都被禁锢在这里 说明不可能简简单单地将之放出来 陈南飞天而起 来到了高空 从自己的那天地中 取出方天化己 虽然已经没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这绝世兄兵 依然与他血脉相连 受他控制 锋利的己刃 朝着缠绕在残魂身上的藤蔓 展露而去 轻蔽翠绿的藤蔓 顿时神光冲天 爆发出一道道强大的生命波动 绿色光芒 居然生生将那方天化己 推聚了出去 使之根本无法靠近分毫 陈南无比惊异 这神藤很邪义 居然如此强势 完全由强大的魂力 凝聚而成陈南 悬浮着距离湖面 百丈高的虚空之上 那那些藤蔓 皆是来自小湖的四周 他们自地面向空中 延伸百渔杖 牢牢地将陈南禁锢在空中 该死 这些神藤 汲取了无尽的生命源泉的力量 很难斩断啊 陈南皱起了眉头 想要释放 本属于自己的强大魂力 陈南打出了时间的力量 他能控制周身三丈范围内的 时空本源力量 想用这霸道的力量 破灭这些藤蔓 释放出那强大的魂力 然而 他精益地发觉 时空本源力量 虽然强绝 但是面对源源不断的 生命源泉的补充 那些藤蔓根本无法破灭 所有的神藤都 绽放出冲天的绿色光芒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陈南发觉 那被禁锢的残魂 身体上也有绿色神光在闪耀 这 他一阵心惊 看来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这并不是单纯的禁果 绿色神藤 似乎在向残魂 输送生命之能 这像什么 陈南怀疑地看着这一切 那残魂仿似一个 还未成熟的青色果实 在等待着源源不断的能量补给 是否会发生 瓜熟蒂落的事情的呢 第624章 夺回力量 青色藤蔓缠绕着那残魂 透发着无尽的绿色神光 汹涌出浩瀚的力量 下方由生命源泉汇聚成的小胡 也搏动出无尽的生命之能 陈南无法奈何青色藤蔓 但是他不想就这样放弃 现在六界建成混乱之下 唯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应付将来的一切 时间是最大的紧张因素 他无法等待下去了 苦苦思索之后 陈南依然没有任何办法 斩断那藤蔓 最后 缓缓降落而下 而后扑通一声 跳入了由生命源泉汇聚而成的湖泊中 这里面蕴含着无尽的生命之能 那残魂似乎在通过藤蔓 汲取他的力量 陈南也想尝试 看看能否在短时间内 有意外的收获 在进入湖泊的刹那 陈南感觉仿佛回归到了本源一般 无尽的力量 顺着他的每一道毛孔涌进身体 历时沉浸在一种 无比欢快祥和的气氛中 这是生命的本源啊 他失去力量后 魂力大幅度削减 现在面对这种最为纯粹的力量 简直就像一个干涸的沙漠 突然被无尽的水泽滋润了一般 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坦 沐浴在本源力量中 陈南那已经退化至常人般的身体 渐渐泛起阵阵宝光 潜藏在机体内的某些力量 似乎要与外在的力量沟通一般 陈南感觉到了某种强大的力量 似乎在复归 他甚至听到了 阵阵如海啸般的声音 在他耳旁轰鸣 那是绝对的力量 这样说来 有些力量并没有彻底地失去 依然潜藏在体内 陈南心中有所明悟 他舒展开身体 全身放松下来 沉浸在生命源泉中 任无尽的生命之能 这种机缘怎能放过呢 生命源泉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无价归宝 它们是神魔精华的体现 是神魔死后 画出的最精粹的力量 庞大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才形成了无根之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生命源泉 是某种规律的体现 神魔在天地间成长 但它们 强大到巅峰之境后 最终走向毁灭 然而留下生命源泉 就像留下火种一般 那是大破灭后的种子 有了这样的种子 就会再次出现大繁盛 根据传说可知 当年许多的神灵 就是生命源泉创造而出的 这等若一个轮回 神魔消逝 留下源泉 新的神灵在灵泉中诞生 由此中规律可以看出 生命源泉 远比世人现象的复杂 陈南在生命源泉中 沉沉浮浮 早已经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无尽的生命 只能修补着 他身体内的多出暗伤 虽然在这之前 他似乎已经如一个常人一般了 衰老之态 已经彻底扫去了 但是沉浸在生命源泉中他才知道 暗伤有多么的恐怖 他的身体中有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了 那是太古君王阿里德临死前 留下的七魄之力 七魄化成的神剑 一直停留在陈南的体内 这是他当年生残体肺的直接原因 阿里德的七魄 始终在俯视着陈南的灵魂 逼得他的魂力不断外泄 不过好在太极图时乃归宝 将所有的力量 都吸入了这片神秘的空间 用生命源泉 滋润那不断聚集而来的残魂 陈南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他已经在生命源泉中浸泡了一年有余 但他自己感觉才不过刹那间斑 太古君王阿里德七魄所幻化成的煞气 已经被生命源泉渐渐炼化了 变成了无比纯净的魂力 融入了湖泊中 陈南的沸残之身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彻底被修复了 但是 他发现了一个无比惊人的事实 强大的力量并没有复归 或者说 没有觉醒 敏锐的灵觉 能够让他感应到 机体内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涌动 但是却根本无法具体捕捉到 无法与他产生联系 此外 他感觉身体 虽然在不断吸收着生命源泉中的无尽生命之能 但是似乎有几道无形的经脉 在连接着 他与那被禁锢在空中的残魂 远远不断涌入身体内的力量 似乎顺着那些无形的经脉 进入了那个被藤蔓进缠绕的残魂体内 这让陈南颇为费解 明明身体内暗伤已经被疗治好了 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似乎事情远远没有 他想象的那般简单啊 陈南从生命源泉中飞了出来 周身上下闪烁着灿灿宝灰 皮肤晶莹神异无比 仿佛每一寸血肉之内都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在这一刻 陈南欣喜无比 虽然有一个庞大的力量 被禁锢在体内深处 无法动用 但是 现在他感觉 肉体已经恢复到了当年的状态 他现在用一个天阶肉体 似乎比以前还要强上几分 如果 如果能够唤醒体内的力量 以及吸收那被禁锢在空中的残魂之力 他感觉自己 定然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天阶高手了 到那时 到底能够强大到何种程度 他不得而知 但是应该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吧 陈南心中充满了希望 不过在充满希望的同时 陈南漠然间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残魂不断自他体内抽取力量 该不会是如太上陈南 与魔性陈南那般吧 该不会要诞生出一个全新的自己吧 想到这个问题 他心中顿时 一阵发了 所谓的变异的破而厚厉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他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陈南推测一些不妙的情况后 他心中的喜悦与希望 顿时冰冷了下来 他感觉 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中 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绝不能图作嫁衣 他迫切想得到 本属于他自己的强大力量 陈南开始运转时空本源的力量 他决定冒险尝试一番 天阶肉体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而后身影慢慢模糊了 他竟然运转时空的力量 在分解自己的躯体 既然无法破灭藤蔓 放出那被禁锢的残魂 他决定反向而行 自己融入那残魂中 来汲取尽他的力量 这是一次冒险的举动 时空本源力量分解了他的身体 让他饱受了撕心裂肺般的煎熬 点点光芒扩散开来 陈南不仅肉体分解了开来 灵魂也化成了一道道光芒 分散在空中 这是他头一次 如此彻底地看清自我的力量 分解开来的身体 化成了璀璨的光芒 在空中汹涌波动 透发着无与伦比的强大神力 如此浩瀚的力量 让陈南感觉大吃一惊 如果 如果这些隐藏的力量 全部被他所掌控 也许他可以无惧黑起了吧 同时 他感觉最为神秘的 还是那神石海 那是类似于混沌的所在 即便分解了开来 也笼罩着淡淡薄雾 似乎有着无尽的秘密 他不能够看透 他感觉里面 似乎折服着另一种不同的力量 点点波动 透发而出 远处 实感当 困天锁 玄武甲的魂 能再沉浮 这乃是几件瑰宝的魂呢 陈南知道 陈家功法的秘密 现在看到几件瑰宝的残魂 他并不感觉意外 他们显现而出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真正让他感觉意外的是 竟然没有发现 猎空剑与后翼弓的魂影 这显然 有些不对劲 大龙刀已经另一转身 他的力量 被彻底被龙儿吸收了 而现在 本应出现的猎空剑 与后翼弓残魂 哪里去了呢 陈南有些不解 他清楚地记得 穿越历史时空时 还曾经感觉到过 两件神兵之魂的存在呢 现在为何不见了呢 在陈南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天界月亮之上 两个小家伙 正在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地跑路 这是两个看起来 不过两三岁的孩童 一个是小男孩 一个是小女孩 戒如粉雕玉琢的 雌娃娃一般可爱 两个小家伙 粉嫩漂亮无比 长长的睫毛 大大的眼睛 挺直的穷鼻 红红的小嘴 都叼着奶嘴 看起来有些滑稽 不过更显可爱 小女孩一头漂亮的乌发 眼睛像黑宝石一般闪亮 咬着奶嘴奶声奶气地道 哥哥快跑呀 稍稍落后的小男孩 赤裸着小脚丫 咬着奶嘴含混不清地道 没事 这次没人发觉 说话间 两个小家伙 晃晃悠悠飞了起来 而后步履蹒跚地 在虚空中前行 飞离了月亮 向着天界大地逃去 如果陈南发现 这两个小不点 一定会吓一大跳 只是 他现在不可能知道 它们的存在 他现在正在进行着 激烈的力量争夺战 分解的身体 不断向着被禁锢的残魂冲击 但是始终无法冲入那具身体 最后 他分解成光芒的躯体 进入了由生命源泉聚集 而成的小湖中 沿着那些藤蔓的根筋前进 这一次 他成功了 那些藤蔓 将他荡成了纯粹的能量 将之吸收 并送向禁锢的残魂 陈南被分解的躯体 与魂能就这样进入了空中 那被禁锢的残魂体内 与之融合了起来 在这一刻 陈南感觉到了残魂的愤怒 听到了他的怒吼 激烈地挣扎着 想要粉碎这个入侵者 陈南冷笑 这个家伙 果然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 全新的生命体啊 这一次 他绝不可能放任之发展下去 这不同于太上陈南 与魔性陈南 那两个家伙 都在他体内生存发展 与他同源 他掌握时空本源力量后 有办法克制 但是 眼前的残魂 却不为他掌控 而且在不断地通过他 吸收着生命源泉的力量 而他自己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陈南运转时空本源的力量 奋力地冲击 吞噬 这本就是属于他的力量 理所当然应被收回 不过 这的确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 拉锯战居然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他才渐渐占据了上风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神石海中一片通明 他竟然穿透时空 看到了神墨陵园 看到了一个高大青年在盯着他 是穿越时空时 在神墨陵园看到的那个神秘青年 依然无法看清他的真容 一股无法挥去的力量 如朦胧的云雾般 遮挡在他的脸上 陈南大吃一惊 他相信 不是他真正穿透时空 看到了那个青年人 而是对方穿透时空 让他看到的 神秘的青年凝射了他片刻 看不出喜怒哀乐 而后便慢慢淡去了 神墨陵园也消失了 这让陈南感觉有些心惊 可以推断 这个神秘青年 还藏身在那神墨陵园当中 不知道刚才为何显化而出 他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被禁锢的残魂 该不会是对方为之吧 但是 不管怎样 他都要夺回来 三个月的拉锯战 陈南彻底粉碎了那残魂 将之纳入了自己的身体内 在这一刻他感觉了强大无比的自信 浑身都涌动着如海般的力量 不过 完成这一切 他发现自己取代了残魂的位置 被那青色藤蔓禁锢了高空之中 无尽的生命之能 沿着藤蔓缓缓向他体内涌动而来 陈南到了现在 还能做什么 沉睡 让强大力量自主地涌动而来 第625章 天阶出关 依依 等等我 不要那么快啊 一个两岁小童 在空中步履蹒跚地跑着 黑亮的眼睛充满了灵气 一头乌黑的长发随风飘动 加上精致的五官 令他看起来是如此的漂亮与可爱 前方一个小女孩 同样的漂亮与美丽 如最完美的神域 雕琢出来的那般精致 通体透发着灵气 一身小衣裙随风不断飘舞 正在兴高采烈地向着飞跑着 空空哥哥 你快点 快点 小女孩不断回头叫着 秀发不断轻轻舞动 如果有人看到 两个咬着奶嘴的小童 在高天之上踩着虚空 摇摇摆摆地跑动 一定会吃惊的下巴掉在地上 两个比小天使漂亮 比小仙人有灵气的小家伙 未免太过让人吃惊了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居然才出生不久 就能够在虚空浮生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两个小童已经飞临到了天界上空 不远处 两个飞过的仙人看到了他们 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 险些坠落下高空 其中一人好半天才恢复过神来 道 咬着奶嘴的小家伙 居然 居然会飞 另一人惊得好半天才到 真是有些不可想象啊 喂 前方的两位叔叔 你们好 小女童一一摇摇摆摆地 在虚空中跑了过来 小童空空也跟了过来 咬着奶嘴认真的问道 请问 你们知道小六道在哪里吗 这两位仙人 刚才心思白转 在刹那间动了许多心思 包裹拐走这两个小家伙去当徒弟 这样中天地之灵会的小童 真是天地间少有的良才美智啊 如果能够成为一波传人 那真是一种大机缘 只是 当他们听到两个小童询问的话语后 立刻清醒了过来 惊得更是险些坠落下空中去 小六道那是什么地方 实力强大的神灵 都不敢轻易进入 两个小童居然问然这样的问题 不用多想 也知道 其家事恐怕太过了得了 为避免生出事端 两个仙人摇了摇头 快速飞顿而走 没有人知道呀 两个小家伙苦着小脸 相互看了看 我听说好像是在人间见 那赶紧跑吧 不然又被抓回去了 陈南不会知道 有两个孩童 已经踏上了寻找小六道的道路 正朝着他所在的地方前进 此刻 被青藤缠绕着 正在汲取生命源泉的力量 不用他自主地吸纳 那些藤蔓便会将力量 输送进他的体内 虽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是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长 这种收获的感觉 是难以言表的 他想陷入沉睡中 慢慢等待收获季节的来临 但是他发现 根本无法沉睡 始终保持在一种清醒的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古顿时 赶当的几块碎片 合并在了一起 铜悬无甲 困天锁 一起飞了过来 开始围绕着他旋转 似乎想要归回他的身体 但是却被青藤所挡 无法近身 在更远处 陈南还发现了 大鹏神王送给他的神王翼 淡淡金色的光芒不断流动 停留在小湖的上方 而在最远处 有一道魂影处立于虚空中 高大的黑影处在一片黑暗中 手中 持着一个人形兵器 一动也不动 即便生命源泉附近 神光闪耀 但是灿灿光芒 也无法照进魂影所在的黑暗空间 他如一尊化身一般 凝力不动 不过漠然间 他竟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 冲入生命源泉汇聚成的小湖中 这个变故 让被青藤缠绕的陈南 顿时一惊 急忙睁开天幕观看 只见湖水一阵翻涌 涌动起阵阵灿烂的生命光辉 那持着人形兵器的魂影 在里面搅动起滔天大浪 湖水竟然被他拍击地 涌上了高天 恍惚间 陈南看到了湖底的景象 他的神情顿时一惊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生命元气剧烈波动 无尽璀璨神光直冲消汗 湖水激荡不止 湖底再次显现而出 这一次 陈南彻底看清 方才那并不是幻觉 在那湖底竟然有几具海骨 在海骨的上方 似乎有一两道淡淡的魂影在舞动 而陈家老祖的魂影持着人形兵器 似乎在与他们对峙冲突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里当真是古怪到了极点 那几具藏骨到底是什么来临 为何沉浸在生命源泉中 凭着感觉 他知道那绝对是大有老头的人物 小湖不断搅动起大浪 不过最终似乎没有 发生激烈的战斗 陈祖的魂影 最后默默退出了小湖 出力在湖面上空 默默继续生命源泉的力量 一动也不动了 这让陈南非常的惊异 他知道 那几具海骨 多半是神魔灵源中的神秘青年放入的 时间过得很快 又过了三个月 陈南发觉 藤蔓虽然在源源不断地运送力量 但是似乎越来越缓慢了 他感觉自己的修为定格在了这里 便不再前进了 毫无疑问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天阶高手了 但是想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似乎非常困难了 最终陈南运用时空本源的力量 分解了身体 想要逃离这藤蔓的束缚 他吃惊地发现 藤蔓像是一层无形的网 禁锢了这片空间 即便身体与灵魂化成了光芒 也无法冲离而去 最后 没有办法 他不得不沿着那些根筋 想要脱离而去 只是 在根筋中前行 沿着藤蔓根部逆向而行时 他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就像一个寻常人 在大河中逆流上一半 毕竟 他现在分解了身体啊 力量分解成上百股 在上百条藤蔓中游动 一下子变得艰难了许多 有些无法对抗的感觉 直至三日后 他才费力地自那些藤蔓的根部冲出 进入了小湖中 在里面快速重组了身体 在这一刻 陈南忍不住仰天发出了一声长笑 身体内涌动着庞大的力量 残魂的力量彻底回归了 如今 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天阶高手了 强大的感觉 顿时让他涌起了当年的豪情 现在 他即便不再引动八魂上身 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天阶高手 他的身体透发出阵阵宝光 每一寸肌肤 都涌动着庞大的力量 稍稍一韵力 便有阵阵风雷之响 自他体内爆发而出 那是汹涌澎湃的元气 是真正的天阶力量 这个时候 古盾 玄武甲 困天锁的魂影 以及神王毅 全部再次冲进了他的身体 而那陈祖的魂影 也是光芒一闪 没入了他的体内 随后 他沉入了小湖中 在水中他看到了湖底的几具骸骨 以及两三道残魂 除了感觉到他们很强大外 再也无法得到任何信息 他尝试传出精神波动 但却被对方无视 最终他冲了出来 陈南决定离去了 现在他将要着手解决雨昕的问题 解决陈家八魂的问题 而就在腾空而起时 他神情一呆 他发现 那青色藤蔓中 竟然出现一道模糊的魂影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能够察觉样貌 与他一般无二 该死的 怎么又出现了一个 陈南有些恼怒 不过在小心检查 完毕身体后 他并没有发觉力量的流逝 面对着藤蔓中的虚弹魂影 陈南脸色阴晴不定 他实在无法推测出 到底为何会如此 最终 陈南腾空而去 离开了这里 穿越过这片沙漠 飞离过万魂挣扎地带 最终 他从那混沌之门飞了出去 在无限的虚空中 连续飞行了数日 陈南惊异地发觉了 九道混沌之门 每一道背后 似乎都有着 无限广阔的空间 这一次 他不过是仅仅 进入了一道混沌之门而已 就有了那样的遭遇 他很难想象 其他八道混沌之门背后 会有着怎样的秘密 最后 在无限的虚空中 飞至急速后 光芒一闪 陈南感觉眼前一亮 他冲出了神魔图 出现在了 时空大神的空间中 蓝蓝天空 芬芳的花草 外界真实的景物 映入他的眼帘 同时 神魔图在他眼前一晃 而后引入了他身体中 他只看到了一道残影 立在这片天地中 陈南觉得自己 仿佛化成了天地 隐约间 有一股天人合一的感觉 轻轻一动 这片天地便雷声大作 风起云涌 体内那难以想象的力量 浩浩荡荡 汹涌澎湃 这便是真正的天阶力量 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 沟通了天地 陈南一步迈出 瞬间就出离了 时空大神的空间 进入了囚禁七绝天女的沙漠中 而后再次迈出一步 便出现在了血海中 而后刹那间 他冲出了血海 破碎出一条空间通道 瞬间就出现在了岸边 沿着原路回返 陈南那强大的神石 瞬间笼罩了前方的空间 漠然间敢感觉到了一个 与他血脉相连的生命波动 天阶大神通师斩而出 陈南瞬间出现在了百里之外 彼岸花开得灿烂无比 远远望去一片血红 一个两岁多的小女童 正在花丛中蹦蹦跳跳 手中揪了大把火红的花朵 陈南一阵惊恶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跑到这里了 而且居然如此大胆 将那死亡之花 当作寻常花朵再采集 咦 你是谁啊 小女童 发现有人在靠近 转过了头来 露出了漂亮的脸颊 长长的睫毛 充满灵气的大眼 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 再配上那粉嫩粉嫩的小脸 真如最最精致的雌娃娃一般 可爱到了极点 陈南的心 顿时被轻轻触动了一下 感觉这个女孩太可爱了 很想上去抱上一抱 而就在这时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更加强盛了 陈南忽然有一种错觉 觉得眼前的小女孩 似乎是她的女儿一般 这种奇异的感觉 让她一阵发呆 你到底是谁啊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你知道陈南大侠在哪里吗 漂亮的小女童 盯着陈南 看得出这一个人小鬼大的家伙 正在动着小心眼 听到陈南大侠四个字 陈南一阵哭笑不得 神灵哪有用这种称谓的 他笑着道 我就是陈南 骗人 陈南大侠 才不是你这个样子 小女孩嘴角露出了笑意 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蹦蹦跳跳跑了过来 道 陈南大侠有方天画戟 你有吗 有 我给你看看 陈南看他可爱 同时心里有了某种想法 便将方天画戟释放了出来 啊 是真的 漂亮的小女童 发出一声惊呼 而后扔下彼岸花 一下子就飞了起来 抱住了陈南的脖子 娇声叫道 父亲 陈南彻底猛了 这个小女孩 确实漂亮可爱 她从心里希望有这样一个女儿 但是那只是想想而已 眼下 怎么成真了呢 你 到底是谁家的调皮孩子 陈南有点发傻 嘻嘻 小女童一看 就是那种伶俐调皮的性格 眼中闪现着会侠的神色 道 父亲居然不知道我的存在 依依真是伤心 陈南一阵头大 嘻嘻 父亲请看 说话间 如小树熊般 掉在陈南脖子上的可爱小女孩 瞬间闪现出 一道神术的虚影 而后画出一道神功的虚影 啊 陈南吃惊无比 而后自语道 一一一一 对了 名字就是这样被母亲取的 这真是自己的孩子 血肉相连的感觉不会错 而且那后一公之魂 也本是他体内的 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陈南想不明白 他是如何出生的 漠然间 陈南想到了某种可能 孟可儿与弹台旋 融合失败之后 龙儿莫名其妙 跑到了弹台旋的体内 而后太古君王 宋赞德不用情人花 对付他与孟可儿 那次似乎风流 荒唐了多日啊 难道说 一一便是那次 按照这种推断 是极有可能的 后来 孟可儿又和弹台旋 进行了一次融合 那是为了让龙儿回归 想到这里的时候 陈南感觉有些荒谬 难道说龙儿 回归那次 弹台旋又带孟可儿 孕育了一一 陈南感觉有些脸色发红 非常尴尬地 面对着这个女儿 至此 他已经彻底相信了 这肯定是自己的骨肉 不过小家伙 被孕育的时间 也太长了吧 居然十几年啊 小家伙正在笑嘻嘻地 看着他 似乎能够猜透他 在想什么一般 面对这个精灵古怪的 小女儿 陈南感觉有些不自然 问道 一一 你娘还好吗 嘻嘻 两个妈妈都很好 完了 被这个小机灵鬼看穿了 陈南黑黑笑了笑 不好意思深问了 父亲 快去救救哥哥吧 他被一个 七八虎的小恶魔抓走了 说到这里 一一心有余悸地道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龙儿被抓走了 陈南大惊 不是 是空空哥哥 现在外面很混乱 许多人在打架 空空 啊 陈南身体一阵摇晃 差点没栽倒 貌似 又多了一个儿子 是的 是和我一起出生的空空哥哥 小女童笑嘻嘻地看着陈南 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精灵鬼 陈南已经明白了 那定然吸收了 裂空剑力量的儿子 你哥哥被抓了 你怎么都不着急啊 陈南向这个小精灵问道 因为我知道 他们暂时不会伤害哥哥 而且我也没有力量救哥哥 他们就在外面 我想逃走找人帮忙 都不行 只好在这里等父亲了 忘记告诉父亲了 我和哥哥离家出走几个月了 就是想找到父亲 哎 父亲你能找到果汁吗 我饿了 说到这里 小姨咬着一个空奶嘴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这个孩子才多大 居然挽起了离家出走 真是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小家伙 陈南自内天地采摘出一些 鲜果递给了他 而后将他抱起 向外冲去 永恒的森林外 确实有不少人影 陈南悄悄前出 仔细观察之际 他神情历时一致 他竟然看到了一别多年的小晨曦 而他似乎被人禁锢在了空中 一动也不能动 该死的 德蒙你真是欺人太甚 陈南悄往上撞 展开时空本源力量 瞬间消失 而后突兀地出现在 逆藏身形的德蒙头顶上空 一双大脚毫不客气地踏了下去 德蒙感觉有意 仰头观望 只见一双脚掌越来越大 一下子印在了他的脸上 他妈的 我人民币锦号百分号 他气得险些晕过去 第626章 才你 陈南的一双大脚 结结实实地印在了德蒙的脸上 在这一刻 他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 爽 舒坦到了极点 德蒙憋屈地差点吐血昏迷过去 堂堂第五届君王 何曾遭受过这种羞辱 如果不是危及关头 他及全身力量于面部 恐怕脑壳都已经被蹬碎了 不过 现在更是难看 面皮上是 清晰的鞋底印记 红肿无比 就像被人盖了大印一般 嗷 德蒙一声怪叫 双拳更是逆天轰击而上 璀璨的光柱 直接阵列虚空 但是 如今陈南不仅己身 有了天阶的力量 更掌握了时空本源 这种超级力量 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把握 天地间少有人能及 如一道青烟般消失了 可谓来无影去无踪 他骂的 是哪王八蛋 我仅好人民币人民币百分号 吃了这么大的亏 居然连敌人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德蒙编们到了极点 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本就是隐身在暗中的 关注着永恒的森林上空 众多仙神的激战 没有想到 反倒被人袭击了 陈南已经融入了虚空中 没有在现场留下半点痕迹 他当然不是怯战 他看到德蒙居然禁锢小晨曦 想抓走他最在乎的人 心中早已恼目到极点 他决定要狠狠地羞辱一番 这个狂妄却阴险的第五届君王 无声无息间 虚空中画出一道虚影 向着德蒙背后偷袭而去 德蒙末对转过了身躯 大声冷笑道 早就知道 你还要偷袭我 你死定了 说话间 他向着那道虚影 猛力拍击而去 浩瀚的掌力激荡天地间 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恼怒 这一击他动用了权力 然而 在他扑击过去的刹那 他立时后悔了 那是一道能量虚影 并不是真正的实体 与此同时 他感觉头部一阵剧痛 他妈的 又被人踩到了脑袋上 德蒙真要吐血了 在头上众弱万军的力量消失后 他以为敌人又逃走了 刚刚闪脸观看 却发觉 一双大脚又无限接近了 印在了 他的脸上 没有比这更恼火的事情了 任是倪人 也要被气爆了 不过 事实证明 确实还有比这更气人的事情 这一次 大脚丫不是踩了一次 而是进行了第二次 第三次 连续在他脸上踏个不停 任德蒙如何快速躲避 都没有逃离出 时空本源力量作用的空间 如果不是集中 全部功力于脸面之上 恐怕他早已被踏碎了 对方似乎完全是在出气 也没有打算与他性命对决 在踏了七八脚后 偏然而去 停在了不远处 德蒙如猛兽一般大吼着 决定亡命攻击 与对方不死不休 熙熙 坐在陈南的肩头上 依依悠闲地晃动着如鱼的小脚丫 笑嘻嘻地望着德蒙道 叔叔你的脸皮好厚呀 爹爹踩了那么多脚都踩不破 德蒙大怒 不过当看到小依依后 他眼中顿时一亮 他这次偷偷赶来 就是想悄悄抓住陈南的两个孩子 一遍以后牵制于他 没想到 这个逃掉的小家伙又出现了 可是 当他看到小依依傍着的人时 又是一阵懊骂 那不是陈南吗 这个家伙居然出关了 貌似修为大增 但是 瞬间他又暴怒 这个该死的家伙 刚才 不就是他出手的吗 错 是出脚 德蒙的脸色在一瞬间 连续变化了这么多次 最后大吼道 陈南你欺人太甚 你我本是盟友 今日为何在暗中算计我 难道 你想和我生死决战吗 正是因为第五届 太古君王黑旗等人的原因 陈南方才才 没有下死手 不想和德蒙彻底生死相向 不过 气还是要出的 所有故意坏他面皮 落他面子 德蒙 你还记得我是你的盟友 那你为什么欺我亲人 不仅想抓医 而且更是亲自出手对付小晨曦 他们一个 是我的女儿 一个是我的妹妹 远处 十几对神灵在厮杀 近处小晨曦的禁锢被解除了 看到陈南后立刻叫道 哥哥 明亮如水般的毛子中 有金银在泪光在闪动 自从当年与第五届的太古君王大战过后 陈南便沉寂消失了 一直以来都未与陈希见过 但是陈希在陈南的心目中 有着特殊的地位 既是女儿又是妹妹 是他心中最为重要的人 当初在百花谷中 料想与心陨落之时 他悲伤到极点 然而陈希却在那时出生了 给了陈南太多的感动与希望 那时粉嫩可爱的小陈希 在神域上对他格外亲近 听陈南为他取名后 娇憨而又高兴地喊着 我有名字了 我叫陈希 在一个清晨 被哥哥在花丛中捡到 在那一刻 陈南泪流满面 陈希与萧氏的宇星重叠了 我叫宇星 在一个雨夜 被师父在花丛中捡到 可以说小陈希的出现 为陈南阴霾的天空 点亮了一盏璀璨的明灯 照亮了他灰暗的天空 让他觉得前路充满了希望 小陈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亲人 任谁 都不能冒犯 十几年过去了 如今再见陈希 他已经不是那个小女童 不过他依然还没有长大 现在他看起来十一二岁的样子 依然保留着当年稚嫩的神色 眼神清亮无比 不过此刻蕴满了泪光 正在一瞬不瞬地看着陈南 哥哥 陈希 小陈希快速冲了过来 一下子扑到了陈南的怀中 有些委屈 有些难过地哭了起来 哥哥我好想念你 这么多年都不见你 我担心 害怕 生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嗯 小陈希更加地漂亮了 而她也更加地像雨昕了 这让陈南心中颇为沉重 长长的黑发 光亮可见人 如梦似幻的容颜 笼罩着淡淡朦胧的仙物 上苍似乎不愿这等绝世 先沿路在众生的目光下 小陈希整个人透发着一股灵气 即便用秋水为神域为鼓来形容 也显得很俗气 她是天地间的灵气所化 中天地灵会于一身 静静地站着不动 就让这片高天都空灵了起来 这是一种难言的气质 陈希 哥哥不好 这么多年都没有尽到照亮你的义务 陈南在那十三年的苦境下 虽有凄凉 但也未像现在这般心酸 她觉得 真的很对不住小陈希 而且 想到小陈希以后的命运 她就更加的伤悲了 不 哥哥你不要说了 陈希知道 你这么多年一直很苦 陈希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但就是找不到哥哥 在百花谷 在燕荡山 陈希都等了好多年 听到这些话语 陈南的心 真的狠狠地抽动了几下 她强颜欢笑道 陈希乖 不哭 哥哥已经好好地回来了 以后再也不会让陈希担心了 依依好奇地打量着小陈希 一双大眼来回转动 娇声道 姐姐 要叫姑姑 陈南纠正道 不吗 就叫姐姐 依依甜甜地叫道 小陈希笑了起来 轻热地拉起了依依的小手 陈南百感焦急啊 小陈希终究慢慢长大了 当初她也如依依这般 不过是个小童 她将依依交给了小陈希 转过身来面对德蒙道 德蒙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天下人人都知道 陈希是我妹妹 你为何趁我不再时居敬她 说到这里 陈南双眉已经立了起来 透发出了阵阵煞气 德蒙心中一寒 同时恼怒无比 这是什么事啊 人质没有抓到 却被郑主看到了 被人在脸上狂踩了十几脚 印下无数道鞋底印 现在又被对方反质问 实在憋屈啊 但是 似乎 开始还真不站立 德蒙忍着怒火 狡辩道 陈南你在时空大神的空间中 闭关将近两年 大概还不知道 外面发生的事情吧 某位弃绝天女的魂力复苏了 她想抓小陈希 我刚才不过是想保护她而已 骗人 方才明明没有人对付我 只是你想抓我 陈希恼怒地瞪着她 陈南一边安慰着小陈希 一边对德蒙道 好吧 就当误会吧 德蒙兄 我刚刚出关 不知道修为静静如何 不如你陪我走上几遭如何 正有此意 德蒙双目中 寒光暴射 二人其实都很想除掉对方 但是因为黑起的缘故 现在都知道 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 因此 明明想动手教训对方 也都要找一些虚假的借口 爹爹不要打她面皮 她的脸皮太厚了 打不动 依依这个小丫头 实在是个人小鬼大的小东西 小陈希被逗笑了 拉着她向远处飞去 离开了这片战场 陈南也笑了 德蒙却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这个尖压力绝的小丫头 让她真是又气又恨 同时也很欣赏 为避免伤和解 十招定输赢 陈南平静地道 好 就十招 德蒙冷笑着点头 她的身体 顿时爆发出一片神光 笼罩了周身三丈范围内的空间 她知道 陈南掌控有时空本源的力量 便以绝对的力量布下防护罩 免得被陈南神出鬼没地偷袭 陈南笑了 这一次 她可不是想检验时空本源的力量 她是想看看 融合残魂后 真正的天阶实力 刷刷 高天之上出现一道道残影 两大天阶高手 像是流星一般 在空中幻灭移动 轰 砰 高天之上 不时爆发出一片恐怖到极点的能量波动 但又都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生生压制了回去 短短的一瞬间 两人已经过了八招 还剩下最后两招 两人都动用了绝学 无数的光芒在闪耀 最后所有的力量 全部归于虚无 德蒙吐了一大口鲜血 头也不回得远去 陈南的脸色 也是一阵发白 她大声地喊道 德蒙兄有机会 我们再做交流 她说完她冷笑连连 总算为陈希出了一口气 她知道德蒙受伤不轻 最起码比她要重 而这个时候 陈南忽然有了一股奇异的感觉 她看到太极图在体内浮下出 急到青色的藤蔓延伸了出来 竟然连接到了她的身体中 一股生命波动涌动而来 向着她裂开的五脏六腑 浇灌而去 这个变故 让陈南先是震惊 而后欣喜地险些大叫出来 真是天宝啊 如今才渐渐显露出 些许神意之处 这个时候那些拼战的神灵 早已全部停了下来 看到陈南后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而后吓到一哄而散 妹妹 这个时候远空一个小童 飞快跑来 又是一个水灵灵的小家伙 大眼如黑宝石般明亮 皮肤光滑细嫩 样子漂亮而又可爱 小童咬着奶嘴 含混不清地喊道 总算逃出来了 跑到镜前她喘着气 那个魔女太可怕了 居然将我当成了瓷娃娃 搂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还好 她不知道我最大的本领 就是穿越空间 这是谁啊 小家伙望着陈南 又看着依依露出狐疑之色 空空哥哥 这是老爹 依依笑嘻嘻地道 啊 老爹 空空立刻睁大了双眼 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道 老爹 想死我了 说吧 嗖的一声如树带熊般 挂在了陈南的脖子上 陈南又是高兴 又是皱眉 自己的孩子咋都 这么与众不同吗 这个小东西看起来 虽然不像依依那般古怪精灵 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陈南捏了捏他的穷鼻 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父子见面 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 仿佛一直生活在一起一般 空空这个小家伙 话语虽然奶声奶气 但是却让陈南感觉哭笑不得 哎呀 老爹你轻点啊 你儿子 我差点被罚阻那老乌龟 派人抓走 我几乎跑断了小戏腿 才逃出去 结果没有想一头 撞进了一个奇白老虎的魔女怀中 天啊 太恐怖了 她虽然笑得甜甜的 但是我感觉待在她身边 比面对法祖那老乌龟还要可怕 别人都称呼 她是大妖尊 呼 总算逃出来了 小陈希解释道 她说的是小麻烦姐姐 我得到消息 法祖想派人暗中 卢走依依和空空 我通知了小麻烦姐姐 她才派人过来相助的 刚才混战的两拨人 便是西方的神灵与妖尊身边的妖灵 嘻嘻 空空哥哥 这是陈希姑姑 快叫姑姑 姑姑空空甜甜地叫着 姐姐依依也甜甜地叫着 妹妹 你竟然捉闷我 是父亲让那样叫的 不过 我喜欢陈希姐姐这个称呼 通过与陈希简要的交谈 陈南已经明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两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楚国小公主处于的崛起 无疑最为神秘 功力飙升到一个 让人不好揣测的境界 这期间 第五届向人间与天界迁移的高手 越来越多了 经常爆发冲突 眼下局面非常的复杂 同时 一则古老的预言 在神灵中开始流传 第六届的空间之门将 慢慢敞开 将要贯通人间与天界 隐约间 陈南已经闻到了 阵阵刺鼻的血腥味 他欲感到 一股巨大的风暴 即将席卷天地间 不过 他并不恐惧 反而涌起阵阵激昂的战役 本身的真实功力 达到了天阶境界 他渴望着热血的大战 走 我们回归月亮之上 陈南拉起了小晨曦的手 至于两个小家伙 早已一边一个地 爬到了他的肩头上 天 地 人合一 光芒轻轻一闪 短暂的瞬间 陈南便带着他们 进入了天界 在飞向月亮之上的路上 陈南整个人 突然透发出 一股可怕的波动 向着西方天界传淡而去 遥远的西方天界神域内 悬浮于众神神殿上空的浮岛 一道魔影显现而出 对着正在修炼的法祖 就是一拳 下方众神感觉天空一阵摇动 而后发现 那浮岛竟然崩碎了 而后看到法祖 气急败坏地喊道 天外化形 竟然有人敢在万里之外攻击我 东方天界 陈南冷笑道 等我腾出手来 新账旧账 早晚一起跟你算 第627章 魔刀在线 一起向着月亮飞去 现在陈南已经不再用那种 惊人的速度飞行了 他要看一看天界大地 13年废残 两年闭关 15年了 人生低谷15年 天界与人间 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但是这壮丽山河 却没有任何改变 陈南有一丝明悟 即便你公餐造化 法力通天 也可能有陨落的那一天 但是这个世界依然存在 人 神 魔相对于浩瀚天地来说 实在太过渺小了 或许 唯有达到时空大神 独孤拜天大神那等境界 才能够改变什么吧 他不会忘记 残破的世界是怎样毁灭的 想到残破的世界 陈南就想到了 他父亲留给他的信息 以后要想办法 练换那个世界 天界大地上 一座座雄伟壮阔的山脉 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 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 陈南他们已经 升腾到了高空 向着月亮之上冲去 距离月亮越来越近 陈南心中的波澜 也越来越大 离开这里十几年了 不知道今日回归 将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 孟可 他将如何面对孟可呢 当年 他们可谓是冤家对头 几乎一路争斗到底 直到最后 因为种种原因走到了一起 有了共同的孩子 但是 他们之间的感情 却是极其复杂的 复杂到陈南一想到 就感觉很头疼无比 还有那弹台旋 这个绝代仙子 与陈南之间的恩怨纷争 丝毫不比孟可儿简单 如果一一和空空 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陈南还不觉得 有多么的难做 但是两个小家伙 出生了 陈南不禁为之头疼 现在 已经可以推测出 龙儿出生那段时间 一一和空空定然 孕育在弹台旋的体内 只是不知道 最后是不是 他生下的两个孩子 想到那种可能 陈南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甚至能够预想到 当年的情况 弹台旋横的牙根都痒痒 提着宝剑满世界找到 想到这里 陈南不禁扭头 看向一一与空空 很想从他们的嘴中 问出一些事情 一一你怎么不听你娘的话 偷偷跑了出来 还有你空空 作为哥哥 怎么能够带着妹妹乱跑呢 你不知道 这样很危险吗 一一是个小精灵鬼 陈南早已领教过 早先才相遇时 就想从这个小家伙口中套话 结果却一无所得 这一次 空空也是让陈南一无所获 他咬着奶嘴含混不清地叫道 老爹 你怎么能够冤枉我啊 是妹妹非要跑出来不可 结果生要拉上我 嘿嘿 老爹 你是不是 想问我们年娘亲 到底是谁啊 陈南有些惊异地望着他 小家火面有的色 而旁边的依依 也在晃悠着一双粉嫩的小脚鸭 嬉戏地笑着 这两个孩子 太早熟了 人小鬼大 陈南知道 恐怕问不出什么了 便开始询问小晨曦 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 美丽的天空中 星光璀璨 月亮遥遥在望 半壳钟后 陈南飞上了月亮 这是一处世外先缘 是天界之上的一处净土 这里没有半丝杂志 是一个极乐祥和的世界 远处 仙霞缭绕 奇花芬芳 新香随着微风送来 清脆欲滴的宝树 轻轻摇曳 洒落下片片神灰 宏伟的巨山 壮阔的大河 瑰丽的月亮 陈家之人 在月亮之上 布置了许多记忆水晶 当陈南带着陈希 与两个孩子一出现时 立刻被陈家众人发掘了 月亮之上 顿时一片沸腾 众多的陈家子弟都飞了出来 全部冲了高空 月亮之上一片轰动 要知道陈南如今的名气 实在太响亮了 尽管以前他们父子 在陈家的地位很尴尬 但是陈南大战过 几位太古君主 名传三界之后 他这个陈家主卖弟子 已经被所有人接受了 老爹你快看啊 这么多的人都来欢迎我了 哎 真是让我头疼啊 我空空 怎么就这么招人喜欢呢 陈南愕然 而后捏了捏他的鼻子 这个小家伙 而这个时候 依依已经站在了陈南的肩头 轻轻挥动起小手 叫声喊道 各位叔叔伯伯你们好 你们看我把爹爹找回来了 快快告诉老祖宗 让他奖励我吧 陈南笑了 这两个儿女 还真都不是省油的灯 明明是怕被责怪 现在一回来就先要奖励 真是 以功戴手啊 陈家众人玩耳 这两个孩子太神奇了 生下来还不到几个月 就开始尝试向外溜 结果最后灌醉了两头问题龙 真的成功出逃了 结果 两个小家伙刚吵吵嚷嚷起来 远处一座绝颠之上 一位白衣女子 就打出一道神光 将他们都给射走了 呀 漂亮的妈妈 许久不见 妈妈你更漂亮了 我好想好想你啊 妈妈抱抱 依依的嘴巴太甜了 被那神光笼罩之后 小嘴跟涂了蜜一样 孔孔也大喊着 娘亲你又漂亮了 哎呀 不要呀 娘亲我错了 以后不离家出走了 不要呀 我错了 老爹救命啊 绝颠之上 始终有淡淡云雾在笼罩 就连陈男都未能分辨出 那是淡台旋还是孟可 显然对方功力大尽啊 七绝天女的力量 恐怕又被吸收了不少 此刻多半已经或 即将步入天阶境界了 陈男被隆重 迎回了陈家众地 一大帮陈家子弟 对他不断询问 这么多年来的经历 直到四祖与五祖出现 陈男才解脱出来 安排好小晨曦后 陈男随着两位老祖 进入了密室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两个老祖笑眯眯地看着他 他们实在太高兴了 以他们的眼力 怎么会看不出 陈男已经真正步入天阶境界了呢 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 天阶出击 到了现在 两个老祖 对于复活元祖这个愿望 已经越来越淡了 如果陈大 陈二不回返 四祖与五祖爵 不会为难陈男 甚至想到时候庇护他 陈男没有什么隐瞒 将当年为何留下神兵 独自黯然离去之事交代了出来 更将穿越时空 种种见闻述说了出来 两位老祖嘖嘖称奇 许多事情 他们也无从推测 毕竟说起来 他们的辈分 还远没有法祖高呢 那个老不懂都不知道的事情 四祖与五祖 也无从推测 陈男道 让我为两位老祖尽些心力吧 只是 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说话间 他开始动用时空本源的力量 为四祖与五祖疗伤 如今 他自己晋升入天阶之境 对于时空本源力量的理解与运用 比之当初才得到时 强上了许多 两个老祖辈 一代天骄沉战那霸道的万古皆空 直接从天阶之境扫落了下来 到如今 还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 没没想到这个 两个老小孩就郁闷无比 时间的力量作用在四祖与五祖身上 朦胧的光滑不断闪烁 不仅两位老祖紧张到了极点 就是陈男也很激动 轰 一声巨响 逆势崩碎了 时间的力量扩散了出去 附近的植被快速衰败 最后枯萎 远处不明所以的几个陈家弟子 跑了过来 结果 脚步越来越慢 最后冲到进前时 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几声鬼哭狼嚎 立刻冲上高空 这几名陈家子弟吓坏了 好在这是残余的时间力量 不然可能会直接将他们化成了尘土 老祖宗你们几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勾搂着身躯艰难的开口 此刻 四祖与法祖 从孩童直接变回到了十八九岁的样子 功力那是暴涨啊 但是 还远未恢复到巅峰境界 即便这样 两人也高兴地直接狼嚎了起来 一点也没有长辈的样子 嗷嗚 嗷嗚 后果是直接将紫金神龙吸引了过来 Uncle 我还以为有母龙出事了 原来你们两个 陈男晚上喝酒 不见不散 说吧 老痞子飞走了 他知道 眼下陈男定然有许多 正是要处理 再来 四祖与五祖 都兴奋地大叫着 陈男脸色有些苍白 他方才已经动用了极限力量 依然只恢复了两人五成的修为 破坏永远比重艰难 两位老祖 过些十日再尝试吧 今日无法再继续了 四祖与五祖 也看出了陈男的不妥 便不再要求 随后 陈男抬手打出几道神光 笼罩在了那几名陈家弟子的身上 他们被残余时间力量作用在身上 且他们修为很低 所以 轻易间就被复归原样了 半个月后 陈家两位老祖 终于彻底恢复 现在陈家一门三天间 顿时 让月亮之上一片欢呼 在这期间 陈男从两位老祖口中 得知了一些情况 月亮之上 没有人知道 阴雨空空 究竟是孟可儿 还是诞台玄生的 只是知道 那是陈男的孩子无疑 对于陈男来说 这实在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哦 龙大爷我也不知道啊 老痞子 一副无奈的神色 欧米头发 我也不知 龙宝宝眨动着大眼 使劲地摇头 父亲 你别看我 我也 说到这里 龙儿喝醉 倒在了地上 从三个酒鬼那里走出 看到小凤凰与陈希在远处 游览月亮上的美景 陈男露出一丝温馨的笑容 而后皱着眉头 向着梦可儿的居所飞去 亭台电雨 小桥流水 花草清新 神树奇异 这里仙霞缭绕 称得上少有的灵地 梦可儿依然如从前 那般美丽 一身白衣圣雪 如不识人煎烟火的仙子一般 不过细看可以发觉 眼神中多了一丝成熟与温柔 他正在细心地指导着 一一与空空练字 两个小家伙 苦着小脸 咬着奶嘴 可怜兮兮的一笔一画地写着 同时不断小声嘟囊 哥哥今天没有来学习 我们两个也该放下休息了吧 梦可儿罗眉轻皱 惩罚 娘亲你好漂亮啊 娘亲你越来越美丽了 看着这两个眨巴着大眼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的孩子 梦可儿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正在这个时候 陈楠走了进来 爹爹救命啊 老爹快救救我妈 两个小家伙立刻大喊起来 对于这两个精灵古怪的孩子 陈楠是非常喜欢的 道 好了 你们解放了 出去吧 我有事情和你娘谈 两个小家伙不等梦可儿表态 嗖嗖两声跑没影了 这些年辛苦你了 陈楠面对着梦可儿 心中百感交集 梦可儿看着陈楠 也是思绪万千 他们之间的情谊 实在复杂无比 很难理清 这两个孩子 陈楠不知道如何说了 是我们的孩子 不过蛋台姐姐 也等若他们的亲娘 两个孩子很奇怪 最后一年才融合时 才回归过来 梦可儿没有隐瞒 看得出他与蛋台玄和好 两人的关系 似乎很亲密了 陈楠看着眼前的绝世鲜言 拉起了他的手 梦可儿望向陈楠 并没有正开 两人对视久久无语 不过一种微妙的情绪 慢慢弥漫了开来 可儿 你能够平安回来就好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梦可儿的心结 已经化开了一半 三日后 月亮之上热闹非凡 四族与五族广发琴帖 庆祝归回天街 另外两个月亮上的人 被送去琴帖 那是必然的 陈楠真的很好奇 那两个月亮之上 到底有何方神圣作证 这次终于将要见到了 此外 天界与人间不少强者 也在邀请之列 这并不说是四族 与五族看得上他们 他们只是想借助 这个机会展示力量 上次被法祖率领众神攻击 陈家的脸面 实在有些不好看 这次 第一张请帖 就是送给了法祖 两位陈家老祖 显然憋着一口气呢 想要借此机会出一出 当然 停留在人间的德蒙 以及恢复天街神通的南宫仙 肯定也是在背景之列 这一日 众多人间与天街的强者 向着月亮之上飞来 不过 就是在这样一个日子里 发生了意外 一把光芒璀璀 透发着无限绝望杀意的魔刀 崩碎虚空 从人间界 一直冲杀到月亮之上 绝望魔刀 天哪 黑起杀来了 盖世君王跨界而来了 所有赶到月亮之上的神灵都惊呼 那魔刀正是黑起的兄兵 透发着无限杀意 璀璨夺目的绝望魔刀 悬浮于月亮之上 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黑起人并没有来 但是声音 却从魔刀之上透发了出来 我脱困之日 就是陈家灭亡之事 争 绝望魔刀 插在了月亮上的 一座绝颠之上 这是赤裸裸的蔑世 人位置 将魔刀先打了过来 留在了陈家 黑起实在狂妄到了极点 简直未将陈家放在眼中 说起来 也不怪乎黑起如此行事 七君王中有三人 在元气大伤 还没有恢复过来时 被陈男亲手灭杀了 让有无敌之称的 太古七君王组合 力量大大削弱了 他时时刻刻 都想将陈男粉碎 故此 封印松动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如此蔑世的发誓 要灭杀陈家 这个时候 德蒙正好飞到了月亮之上 焦急地大喊道 我刚刚得到消息 黑起他们要脱困了 陈男冷笑着指了指 绝点之上的魔刀 道 你的消息已经晚了 这时 德蒙很吃惊 这个时候 众多的神灵都在议论 德蒙很快知道了 是怎么回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陈男竟然飞起 拔出了绝望魔刀 而后将他禁锢 快速冲出了月亮 时空本源的力量 涌动而出 让他快速失去了引进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将要做什么 陈男在绝望魔刀上 不下了十八种封印 而后快速出现在 人间界的风都山 以无上大法力 将魔刀小心地 打入了天坑中 而后 他腾空而去 自语道 黑起 你狂 到时候 你却狠狠地狂吧 第628章 盖世黑起 陈男将绝望魔刀 布下十八道封印 打入封都山的天坑中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黑起不是狂妄吗 敢将魔刀丢过来 蔑视陈家 陈男便毫不客气地收下 交给天坑看管 到时候 狂妄不可一世的 黑起杀来之际 让他去朝天坑要把 最好不明 所以冲进去 在那狂妄一把 陈男快速 飞转回了月亮之上 众神都不知道 他方才去了哪里 许多人都在奇怪 他将那盖世君王的魔刀 送到了什么地方 奇葩经验的仙缘内 岔子烟红的花朵 闪烁着绚烂的光彩 心香阵阵 沁人心脾 五光十色的宝树 也是青青摇曳 挂在上面的仙果 传来阵阵撩人的香气 德蒙端着一杯仙酿 走到陈男的境前 询问道 你将那黑起的魔刀 怎么处理了 这也是众神的心声 许多人都想问 但是却没有几个人 有那样的资格 那破铜烂铁 被我扔掉了 黑起当他是宝 但我就是 看着不顺眼 送给人间的铁匠 让他们回炉另造去了 陈男满不在乎地说道 任谁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碰巧陈家发铁请人 黑起发绝望魔刀来袭 陈家定然不高兴 做出这种姿态 是可以理解的 众人即便想破头 也不会知道 陈男已经为黑起 布下了一个局 一个可以说是 极其阴险的局 陈男并不惧怕 黑起来袭 反而非常期待他 早点打过来 他迫切想看看 黑起惊扰 那神秘难测的天坑 会爆发怎样的结果 老爹你在笑什么呢 如此娃娃般 可爱的空空 不知道何时 来到了陈男的身前 将他的身体 当成了竹竿 正在顺着大腿 往上爬呢 小家伙疑惑得道 老爹 我怎么感觉你在奸笑啊 你不会做了 对不起娘亲的事情吧 是啊 老爹你做坏事了 如小仙子般的依依 飞上了他的肩头 这两孩子 真不是省油的灯 实在太调皮了 陈男挂了瓜们的鼻子 笑了笑后 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龙儿走了过来 现在他依然看起来 七八岁的样子 虽然显得很稚嫩 但是无形中 却已经透发出了一股 是 看其样子 突破真正的天阶境界 可能会在朝夕间完成 龙儿与两个精灵 古怪的小家伙比起来 相对而言稳重了许多 还真有一派兄长风范 他对陈男道 父亲 黑起发绝望魔刀示威 想必他随时会出现在人间界 我们要早做防范啊 陈男点了点头 道 嗯 我知道 不过如今 我们力量大增 已经不惧怕于他 这是事实 如今南宫仙 法祖 德蒙 陈男 以及两位陈家老祖 加起来足以应付得了 盖世君王黑起 这些人都与黑起水火难容 定然都会尽全力出手 现在的人间界 力量已经比之十五年前 强上太多了 即便黑起一方 还有另外两位君王 但是德蒙一方的人 也定然会出手牵制 此外 小六界中 还隐附着魔主的弟弟魔师 危急关头 想必他定然会出手 最后 龙儿牵起两个古灵精怪的小家伙 将他们领走了 让陈男解放出来 能够继续与众神打招呼 美女们 我们干杯 紫荆神龙这个无耻的老痞子 混在一群女性神灵间 忙得不亦乐乎 藕米头发 龙宝宝羞与他为伍 觉得太丢龙族颜面了 小家伙如从前那般 晃晃悠悠飞到了陈男的肩头 小声嘟囔着 我是三教总教主 而后醉眼朦胧地陷入了沉睡中 陈男对这两条龙 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 十五年后 再次与他们重逢 彼此间的感情与默契 更甚往昔了 他溺爱地看了看尖头的小龙 脸上样起一抹笑意 这个小东西 体内的战魂之火 早已经熊熊燃烧了起来 他与龙儿一样 随时可能会成为一个 真正的天阶高手 远处 小凤凰画成了人形 成为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萝莉 正在陪着气质超尘脱俗的小晨熙 有说有笑 两个十一二岁的绝美小女孩 引得一帮男性神灵 都不住偷偷观望 九天净土来访 一名陈家子弟大声禀报 有情 四祖在仙缘中高兴地说道 如今四祖与吴祖 恢复了天阶功力 他们没有显现出当年的老人形象 各自恢复成了青年时的体魄 四祖由于当年练功不慎 险些粉身碎骨而亡 最后凝练成一副如黄金般的体魄 通体刚见有力 闪烁着金光 除雀肤色大异于常人外 他显得非常的阴雾 而吴祖此刻 则是一副帅的吊渣的容貌 虽然人人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久岁月的老古董了 但是 眼下他见眉心目 阴气逼人的样子 不得不让人艳险 陈南知道这所谓的九天净土 乃是另外一个月亮之上的人 与陈家有着良好的关系 当初在残破的世界 他曾经亲眼见到过 九天净土的金天建主与魔性城战的大战 知道了这些人的存在 九天净土来的是三位青年 当然仅仅是外表看起来像青年 他们那深邃的眸子预示着 他们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老辈强者 恭喜两位前辈 修为恢复 三人上前行礼 哈哈 吴祖大笑 而后将陈南喊了过来 道 这是傲天建主 灭天建主 拜天建主 见过三位前辈 陈南一边行礼 一边打量着他们 发觉三人都处在神皇与天阶境界之间 是名副其实的小天阶高手 这也难怪 九天净土就是有真正的天阶存在 恐怕也被魔主请到第三界去了 陈南感觉很奇怪 这三人的名号 未免太过狂妄了 与之前被魔性陈战炼化成神兵的 今天建主一样 都带一个天字 三人看陈南的神色明显不善 吴祖打员场道 哈哈 你们不用担心 今天建主虽然被炼化成了兵器 被带入了第三界 但是性命无忧早晚会复原回归的 同时 吴祖笑着对陈南介绍道 你还不知道 九天净土是怎样的一个所在吧 嘿嘿 当年大神独孤拜天百世轮回 逆天九传 曾经在九世留下九脉传人 九天净土 便是那九大传人的根基所在 现在上面的神灵 乃是那九大传人的后辈子弟 陈南大吃一惊 这九天净土还真是来头甚大啊 天界总共有三个月亮 不过第三个月亮之上的人并没有到来 虽然他们与陈家关系不错 但是这一次实在不凑巧 第三个月亮封月了 时间将维持五百年 在此期间 强大的力量将进攻那片月亮周围的空间 切断内外的联系 显然 那一系人欲感到世道大乱 想要避世处之 对于第三个月亮之上的修炼者 陈南更加好奇 因为在此之前 他一无所知 吴祖叹了一口气 道 这个月亮之上的人 来头更大 不过他却没有细说 陈家所在的月亮 今日祥和无比 绝大多数神灵 都是第一次来临 在此之前 很少有人能够登陆此地 仙缘内 众神把酒言欢 一片欢声笑语 灵草浮香 宝树设侠 仙鹤飞舞 白源献桃 寿鹿贤之 让这里显得更加的神圣祥和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空传来一声长笑 巨大的魔鹰 如惊涛拍案一般 震耳欲聋 恐怖的魔器 如海啸一般 自那天界冲上了月亮 无尽的黑暗 瞬间将月亮表面吞没了 强大的摩西射人心魄 让人胆寒 黑起来了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知道 那盖世狂人 相隔十五年后 再次跨界而来 黑起绝对是震动六界的大人物 其威名之圣 直追魔主 独孤拜天等人 十五年过去了 这个盖世君王终于脱困了 任谁都知道 这一次 恐怕将有一场天大的风暴 德蒙脸色骤变 他虽然知道 黑起将要脱困了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这么快 法祖与南宫仙 也都是一脸凝重之色 面对这个威震千古的魔君 谁都不能轻松起来 陈南与两位陈家老祖 并没有感觉太多意外 既然这个太古君王 将要找陈家麻烦 早来一天 与晚来一天都一样 吼 巨大的魔笑震动天地 魔云吞月 远远望去 无尽的魔云 直冲而起 将那轮明月彻底吞没了 这等天地一向 惊得天界众多生灵 惊恐到极点 黑起又变强了 这是场内几个天界高手的感觉 十五年的困索 没有削弱他的力量 反而让他修为更上一层楼 其实 这也并不奇怪 当年黑起七人 被封印在通天七柱之下 无尽岁月过去之后 才脱困而出 致使元气大伤 他们需要时间来修养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们展现出的大神通 将远远强于陈南 他们昔日所见 德蒙 法祖 南弓仙 我们去迎敌 陈南大喊道 黑起太强势了 人位置 滔天魔气已经席卷了月亮 如果让他冲上来 恐怕这轮月亮 会立刻化成粉尘 现在 可不是偷懒耍滑的时候 尽管法祖与德蒙尖角无比 但此刻不得不出全力迎击 毕竟他们与黑起是死敌 两人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 南弓仙一阵犹豫 最终也和陈南一起冲了出去 今日陈家必将灭亡 黑起巨大的咆哮声 自下方天界传来 陈南恼怒 雨昕 陈家八魂 孟可 但台玄 许多人士 他还未来得及解决 现在不得不要开始恶战了 法祖 南弓仙 德蒙上来就是顶级绝学 法祖直接召唤来的天外陨石 无尽流星雨 划破天界长空 呼啸着向冲来的太古君王 黑起杂落而去 恐怖的力量波动 让人心惊胆战 德蒙更是打出了 三足可怕的剑阵 千万道璀璨神剑 荡起无尽杀气 笼罩向盖世君王黑起 南弓仙 同样展现了高深莫测的绝学 一道道粉红色的光芒 照耀天地间 如沙障 似天网一般 向着黑起遮拢而去 萤火之光 也敢与昊月争辉 真是不自量力 黑起已经冲了上来 高大的魔躯 如山四月一般凝重 裸露的古铜色皮肤 展示着旗内蕴藏的 无尽力量 黑发在狂妄舞动 一双眸子 透发着无尽煞气 身后四十万神魔魂影 在吼笑 这是绝世霸主 君临天下的气势 让月亮之上 遥遥观望的 众多神灵 心胆皆颤 哄 一拳 紧紧一拳 黑起便轰碎了 那无尽的流星雨 而后他仰天一声长笑 张口竟然如风卷残云一般 将德蒙批出的 千万道剑芒 全部吞噬进了口中 太过强势了 堪称无敌之姿 随后 他伸出一只手掌 猛力在天空中一阵搅动 南宫仙打出的粉红色天网 在瞬间被搅碎了 无敌黑起 盖世狂人 身后四十万神魔 一起吼笑 声震天地 第六百二十九章 坑的就是你 若问当今天下 哪人最猛 现在毫无疑问 手推黑起 这位太古君王 仿佛天生是为战而生 畏斗而活的 其盖世雄威 霸绝天地间 无人能够与之争锋 十五年前如此 十五年后 依然如此 他轻易破解了 三位天阶高手的绝学 其强势姿态 让所有神灵都感觉心惊胆战 这简直是一个 不可战胜的人 横扫一切敌人 无人能够抵挡 哈哈 米粒之珠敢放光芒 黑起大笑 一丈多高的魔区 如钢铁胶筑而成的一般 钢剑魁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在这一刻 他已经化身成了 不可战胜的盖世魔君 德蒙 法祖 南弓仙 当然是备受打击 自己的绝学 竟然根本难以奈何对方分毫 这种感觉让他们惊惧无比 不过 若说就此胆怯 放弃争斗了 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还远未到那种地步 他们还有后手 同时 他们相信 黑起毕竟只是一个人 他们不相信 他能够面对六位天阶高手的攻击 是的 他们三人加上陈家三人 也许足够了 陈南你死不足惜 却让我遗憾终生 你这微不足道的后辈小子 竟然斩杀了三位太古君王 实乃该杀一万遍 黑起点指着陈南 厉声吼笑 无尽魔云在汹涌 他的背后一片黑暗 只能看到无尽的神魔影像 在挣扎哀嚎 哼 就怕你杀不死我 自己也如同那三人一般 死于我手 陈南冷笑 多说无意 现在就结果你的性命 黑起冲天起 右手拳风 直接将天上的几朵云彩都轰散了 瞬间冲了过来 指导陈南胸腹 虚空中奇异的能量波动在微微荡漾 陈南的身影慢慢虚淡了下去 黑起狂霸的一拳 直接轰进了虚影中 穿过了陈南的身体 历史惹的月亮之上一片惊呼 在许多神灵眼中 黑起这一拳惯凶而入 击穿了陈南的体魄 许多人都不知道 那不过是陈南的一道残影而已 黑起末地扭转过身躯 停住在了高天之上 盯着下方的一片虚空 皱眉冷声道 时空 竟然是时空的力量 瞬间 陈南从那片虚空中 显现出了踪影 黑起露出一丝森然的笑容 道 怪不得你敢来送死 居然有这种依仗 这貌似是时空之神的本源力量 想不到会被你得到 哼哼哼 不过尽管如此 还远远不够 想战胜我 嘿嘿 即便时空之神清零 我也无所畏惧 受死吧 万万军压顶 德蒙一只大手 狠狠地向下应来 巨大的手掌快速放大 将陈南周围的空间 都遮拢了进去 在这一刻 陈南也仰天发出一声长笑 15年前 他都敢对抗黑起 15年后 他又何不敢呢 一片朦胧的光辉 逆天而上 向着巨大的手掌迎接而去 那是陈南双手不断结印 打出的时间力量 那可怕的光芒 由淡淡朦胧 变得越来越强盛 最后照耀天地间 所有人都睁不开双眼了 即便相隔很远 不少神灵都感觉到了 时间似乎在飞快流逝 可想而知 这争斗漩涡中的时间运行 有多么的恐怖 哄 黑起那刚猛无匹的力量 直接将陈南砸飞了出去 不过 那浩瀚如海的斑力量 并没有全部作用在陈南的身体上 在关键时刻 他运转空间本源力量 在刹那间 崩碎虚空逃离出去十里之遥 啊 黑起并不是毫发无损 他发生了一声吼啸 巨大的手掌快速缩小 摆脱了那强盛无比的时间之光 不过 这一击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他冷森森地道 没有想到啊 时间的力量 竟然消去了 我数十年的修为 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再无用处 月亮之上众神一惊 陈南的时间之光 竟然磨灭去黑起数十年的修为 尽管相对于他无尽的岁月来说 实在微不足道 但是能够让盖世君王 黑起吃个小亏 足以说明 时间之光的可怕了 还愣着干什么 一起杀他 陈南冲着不远处的德梦 法祖 南弓仙吼道 四大高手同时向前冲去 四道波动于天地间的力量 横扫高天 滚滚天阶之力 汹涌澎湃 这片天地 仿佛都要尽收不住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双方都知道 不可能善了 出手绝不容轻 黑起虽然强得让人胆寒 但是同时面对四大高手 也是有些吃力的 之前他虽然轻松破解了 三大高手的绝技 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那是以极限力量 而为的 是为了震慑对方 就在这个时候 四族与五族 也冲下了月亮 两大天阶高手 加入了战团 这下黑起 感觉压力更大了 一人独占六位天阶高手 光想一想 就让人心惊 太古君王的实力 震慑时间 要知道 黑起还没有 真个彻底恢复到巅峰状态呢 啊 黑起仰天咆哮 乱发飞扬 他身后的四十万神魔 沸腾喧嚣了起来 竟然隐隐有一魔 吞噬六天阶之势 看得远处观战的众神 心惊胆战 虚幻空间 法祖大鹤 他乃是精神系法神 这是近年来 最为得意的精神攻击魔法 是他掌握的威力 最强绝的天阶晋咒 德蒙野大鹤 灭绝剑阵 无尽绚烂的剑芒 如同光雨一般 遮拢了天地 每一寸空间 都是璀璨锋芒 颠倒众生 南宫仙也骄鹤 不过这可不是魅弓 这是极尽昇华的必杀绝技 一道道魅惑天女 由无形虚体化成了有形实体 向着黑起冲击而去 那是一道道召化而来的 上古天阶金破 四祖更是大鹤道 天光普照 他的金色躯体 如太阳一般耀眼起来 胸前升腾起一轮刺眼的光团 向着德蒙射去 颠倒乾坤 五祖大鹤 顿时天地动荡 一股可怕的风暴 逆卷天地间 北斗伏魔 陈南再次对黑起动用了太上忘情路当中的绝学 七道兴芒照耀而下 绚烂的七大光柱 仿佛通天之柱 向着黑起激射而去 此刻陈南体内运转的攻法很复杂 历经一次太上与幻魔的争锋 现在两种攻法 似乎都发生了变异 相互克制 相互纠缠 以一种折中的路线在运转着 六大高手同时攻击 即便是黑起 也历史变色 六大高手之巅峰绝技 让他也没那么自信了 在一道道毁灭性的力量面前 黑起狂吼着 躲避了过了几道可怕的攻击 但是不可能全部躲过 毕竟是六人成何为之士展开的攻击 即便他崩碎了空间 也终有几道光芒 笼罩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神魔接痛 黑起大吼 四十万神魔沸腾 无尽的魂影充斥在天地间 将那冲过来的毁灭之光淹没了 尽管无数神魔魂影 近乎彻底消亡了 但是黑起去 彻底冲了出去 不过 最终法祖的虚幻空间精神魔法 与陈南的北斗伏魔 都狠狠地轰在黑起的身上 尽管他魔攻盖世 也不可能全部化解 最终七道通天光柱 将黑起定在了空中 牢牢将他困在了里面 六大天阶高手 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皆开始狂轰乱炸 猛烈地攻击盖世君王黑起 不过 在刹那间 黑起就冲破了禁锢 七道通天神光的巨大杀伤力 被四十万神魔化解了 他并未受到太重的伤害 陈南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逼迫黑起 但却不使其陷入绝境 果然 黑起吃了不小的亏 有些被激怒了 大喝道 魔刀何在 他周身爆发出滔天的魔器 似乎在感应着那绝望魔刀 这个时候 其他几位天阶高手 都望向了陈南 毕竟绝望魔刀是被他送走的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 陈南将之藏的够隐秘 让黑起难以寻觅到 只是 他们哪里知道 陈南为黑起挖了个坑呢 现在 就等着他往里跳了 黑起你那破铜烂铁 让我容了 现在已经回炉另造 等打造出一个玄金马桶 送给你 陈南大笑 黑起大怒 道 只要我不灭 我的魔刀就没有人可以粉碎 哼 魔刀在手 我将斩断时空 让你的时空本源力量 如鸡垒般无味 在黑起说这些话时 他的神识不断呼唤魔刀 在他的认知中 魔刀如他的第二生命 只要神识一动 就应该出现在手中 但是 今天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不过 终究被他感应到了 黑起咆哮一声 荡起无尽魔器 向着人间戒杀去 法族等人焦急无比 在后紧追不舍 他们不可不想 黑起持魔刀在手 陈南你可真的藏好了那魔刀 能够保证 黑起寻不到吗 几位天阶高手 边追赶 边问陈南 放心吧 黑起他定然寻不到 陈南口中这样回应 但是他心中却期盼着 黑起赶快寻到 这一切 不是过事 说给黑起听而已 果然 前方黑起冷笑不断 森寒的道 陈南你们 都死定吗 魔刀在手 你们即便六人又如何 我让你们尸骨无全 七人先后冲入了人间界 在路上陈南他们几次 远距离攻击黑起 由于只有陈南知道 其中的隐秘 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阴险的局 所以出手之际 毫无保留 明显是想拦截黑起 不让他去寻找魔刀 可以说 没有一丝破绽 七大天阶高手 很快就冲到了风都山 这里绸云惨淡 阴气笼罩四野 黑茫茫的森然煞气 遮天蔽日 黑起已经感应到了 自己那封印的魔刀 他哈哈大笑道 你们白费力气了 等着受死吧 说到这里 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芒 当起滔天的魔气 向着那天坑中冲去 黑起实在太大意了 根本没有多想 再说 天坑本身也并无丝毫异常波动 让人觉察不出 这里有什么不对 此外 后方六人极力阻挡他 不想让其进入这片区域 同样让黑起放松了戒备 种种因素交融在一起 让黑起直接冲进了天坑 黑起乃是盖世狂人 冲进去之后 一拳向前轰去 他不想让任何障碍物阻挡于他 随着黑起冲入地下 轰出一拳之后 整片风都山 瞬间风云变幻 天地失色 陈南在第一时间拦住了法祖 南宫仙等人 大喝道 我们快退 五大天街高手一阵愕然 不过紧接着立刻变色 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了 地下透发上来 无尽恐怖的气息 仿佛要天崩地裂了一般 风都山像发生了海啸一般 所有山峰如波浪一般 猛烈摇动起来 成片成片地倒下 而后又涌动起新的山峰 无尽的阴煞之气 瞬间笼罩天地 这里在一刹那 完全被黑暗笼罩 即便强如几大天街高手 也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六人飞快冲天而起 冲出了风都山 这个时候 风都山地下 传来了黑起惶恐愤怒的吼笑 他妈的 陈南你敢坑我 我锦耗人民币 竟然敢因我 大地仿佛都要翻腾过来了一般 传出黑起阵阵怒吼之音 绝望魔刀在黑暗中 透发出阵阵杀气 黑起似乎陷入了绝境中 陈南冷声回应道 坑的就是你 第六百三十章 老天爷 法祖 南宫仙 德蒙等人 目瞪口呆 下方的风都山 如海水在翻涌一般 荡起滔天的魔气 阴煞气息 即便是天街高手 都感觉阵阵心惊 无尽的黑暗 彻底将下方淹没了 天坑被发现十几年了 这一次 陈南终于利用他 拖住了一个第五界的君王 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对于神秘的天坑 即便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天鬼 都不了解 更不要说外人了 这一次 坑了黑起 让他去拼命 可谓一箭双雕 吼 黑起似乎遇到了 难以想象的强敌 吼笑之声直观云霄 透过重重魔云与煞气 穿越了上来 这时 德蒙使劲咽了一口唾液 他感觉口中有些发干 这人间界 未免太过神秘与恐怖了 居然有可怕的地方 能够困住黑起 而他身为第五界的君王 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实在有些心惊 若是陈南日后 用这些密地对付他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了 哄 两座大山冲出魔云 崩碎到了高天之上 声势实在太过浩大了 一副让人心惊胆战的画面 映入六大天街高手 以及随后赶来的众神眼中 一条如山岭般绵绵无尽的触手 舞动到了高天之上 正是他将两座山峰甩上来 并且将之崩碎的 众神感觉头皮都有些发麻 那是什么怪物 居然如章鱼的触手一般 上面咯里咯哒 凹凸不平 同时布满了年夜 横舞于高天之上 绵绵无尽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么的长大 刀光霍霍 黑起在风都山中 惊怒的吼啸不断 显然遇到了大麻烦 那把无间不摧的绝望魔刀 在无尽的黑暗中 像是最狂暴的闪电一般 批出千万道神盲 脚的下方的风都山 山崩地裂 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 只是 无尽的刀光周围 是一条舞动的巨大触手 仿似天龙一般遮拢天地 生猛地将黑起压制在了下方 让他根本难以脱空而出 触手爆发出的恐怖力量 让众神心胆皆颤 即便相隔很远 即身为天阶高手的法祖 南宫仙等人也都吃惊无比 那 到底是什么 德蒙心惊地问道 这未知的生物 带给他非常严重的威胁感 他隐约间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如果让他与黑起对调 恐怕现在他 已经死去多时了 即便强如黑起 现在似乎也疲于招架 不止德蒙一个人不明白 现场几乎所有人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法祖双眼眯成了两道缝隙 过了好久才到 这似乎就是 所谓的天之身吧 南宫仙也是眉头紧锁 绝美的容颜 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妩媚之态 沉生道 似乎是与天有关的力量 哄 又是一声巨响 在无尽魔器 笼罩的丰都山内 再次冲起一条庞大的魔影 一条巨大的爪壁 横扫于高天之上 而后向着下方的黑起拍击而去 这不同于方才的触手 这是一只兽爪 上面覆盖满了青色的灵甲 锋利的爪刃 闪烁着幽闭的光芒 如九幽冲上来的蔑氏鬼爪一般 划过一道道让人胆寒的诡计 而后又铺天盖垫下 四族与五族惊叫出声 那是 神魔大劫的毁灭之手 那是蔑氏之手 远处 青肠古魔也是瞬间变色 它乃是万年前的人物 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 怎会认不出这巨大的兽爪呢 不少神灵都已经骇然变色 万年前众神陨落 其中几只巨大的兽爪 乃是罪魁祸首之一 而眼前 封都山下冲出的兽爪 与万年前的某只 似乎一模一样 万年前的霍乱之源 竟然隐藏在这里 怎不让人心惊 怎不让人胆寒 啊 黑起愤怒地吼笑着 手中绝望魔刀 以横扫路河之势 大战那不知名的怪物 刀芒蒸蒸 爆发出阵阵可怕的光芒 将许多山峰都扫平了 但是似乎很难有效 伤到那货源 那似乎是一个杀不死的怪物 法祖 德蒙 南宫仙 陈南 曾经穿越时空 回归过万年前 见证过那场众神陨落的场面 曾经亲眼见到过 神秘男子大战天之化身 将之射服 感受过那种种可怕的力量 但是眼下 他们惊恶地发觉 隐藏在丰都山下的怪物 似乎比那神秘男子大战的 天之化身要强大许多 哄 又是震动天地的巨响 一个巨大的石碑冲天而起 被那浩瀚的力量 抛上了高天 不过 由于他的材质特殊 且上面布满了封印的力量 所以并没有崩碎 上面有几个大字 透发着灿灿神光 照亮了这片黑暗的丰都山 南宫仙吃惊无比的念叨 青天第二化身 所有人皆震惊无比 青天第二化身 如此说来 当年蔑视的人物 岂不被明确了 全是青天 众神或许不太明了 但是如果是寻常的普通百姓 都会感觉无比熟悉 因为这事就是他们 常挂在口中的人物啊 青天大老爷 或者说是老天爷 慢慢的 众神也缓过神来了 许多人都是人间 飞升到天界的 他们想到了做凡人时 常常挂在嘴边的老天爷 那完全是一个 近乎虚幻的存在啊 最起码这些神灵 飞升到天界 了解众神的本质问题后 就再也不怎么相信 老天爷这一说法了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是神了 坚信一切人都可以成神 一切力量 都可以靠修炼得来 所谓的老天爷 应该就是强大的神而已 被凡人误解了 但是 今日老天爷的化身 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而且 就是当年灭杀众神的元凶 怎不让众神震惊 这真是一个难以揣测的世界啊 当年做凡人时 挂在嘴边的人物 竟然真的存在 安靠 靠靠靠靠 此经神龙结巴了 自语道 他龙爷爷的 真有老天爷啊 龙大爷真的有些晕了 靠 藕米头发 我也晕了 龙宝宝也瞪圆了一双大眼 从醉酒中醒过神来了 远处众神的心中 都早已涌起了滔天大浪 这一次 老天爷的化身被惊动了 他们不知道会引发出怎样的后果 不会如万年前一样 发生灭杀众神的惨剧吧 真的有 老天爷 德蒙脸色有些发白 他在人间界待了十几年 曾经游走于凡人之间 怎么会没有听锁过 这个凡人口中的至高存在呢 那是远远高于众神的唯一主宰者啊 法祖也是脸色变了又变 陈生道 也许是所谓的天的别称吧 南宫仙儿惊道 明显有人曾经将之风印在了这里 他虽然强大无比 但是并不可怕 毕竟曾经有人制服过他 武祖脸色非常不好看 道 但他毕竟不过是老天爷的化身而已啊 哄 又有两条爪壁自丰都山地下伸了出来 一个是青色灵甲覆盖的兽爪 一个是类似章鱼般的触手 现在四条爪壁横舞于丰都山内 黑起被逼得更加不堪了 老天爷的化身果真比陈南 法祖他们穿越时看到的那些蔑视剧爪强大得多 陈南感觉一阵头大 这次 似乎完大了 现在 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握 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已经无法预测了 眼看着黑起的魔刀越来越暗淡了 他的吼啸之音似乎也微弱了许多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丰都山大地摇动得更加剧烈了 仿佛要翻涌上高天一般 无尽阴煞气息逆空而上 逼迫的众神全部飞快倒退而去 轰 天崩地裂一般 丰都山发生了巨变 那如山岭般绵绵无尽的触手与兽爪 周围出现两只雪白如玉的手臂 与那绝大家人的玉璧一般 美得让人心惊 不过最大的缺点就是实在太大了 两条堪称完美的手臂 如两道雪岭一般 笼罩在这片高空 透发着无尽的霞光 两条手臂用力撑住风都山地表 而后在龙龙巨响声中 一个高大的身影终于浮下出 远空 所有人都紧张无比地关注着 想看一看所谓的老天爷的化身 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竟然是一个高于万丈的女帖 她终于从风都山地下 彻底爬了上来 完美的体魄让人吃惊 这竟然是一个绝代佳人 老天爷的化身 竟然是一个女人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种美似乎不属于尘世 惊心动魄 让人望之惊于她的完美 又涉服于她的气势 透发着一股 威严且森冷的气质 那墨绿色的长发 当真是如瀑布一般 高拐于天际 那冰冷的眸子 没有任何感情 冷冷地俯视着众生 没有喜怒哀乐 看不出任何情绪不动 这是一个望之便让人胆寒的绝美女子 当然 所说的完美 仅仅是她的容貌 与修长的体干而已 不包括她的手臂 因为她生有六条手臂 除了一对七双赛雪的美臂外 还有一对兽肘 一对触手生在肋下 猙獰恐怖的样子 实在让人心惊 就是这样一个女子 生生压制住了黑气 她的六条手臂不断甩动 直打得高山崩塌 大地崩裂 将黑气逼迫的 几乎陷入了绝境 远处 众神感觉心间冰冷无比 因为他们感觉到老天爷的化身 看他们如死物一般 没有任何感情 啊 黑气被打入了地下 而后又被一条触手 卷上了高天 即将将她的勒成碎末 而一条兽爪 更是夺取了她的魔刀 啊 黑气被逼得 陷入了绝望之境 德蒙脸色骤变道 黑气将要发狂了 没有人比他这个第五届君王 更加了解黑气 这是一个无法确切 定位实力的存在 黑气若发狂 就是太古七君主中的第一人 都要退避三社 在第五届 没有几人可以单独对抗 陷入绝望之境 而疯狂的黑气 果然 随着德蒙的话语落弊 黑气浑身上下爆发出的魔气 瞬间席卷了天地 四十万神魔之魂 全部咆哮起来 而后一起动作 那片天空 生生被崩碎了 浩瀚的能量波动 在刹那间 波及出去上千里 远方 观战的众神 如狂风暴雨中的落叶一般 飘摇不定 黑气一目 天地变色 他崩开了那巨大的触手 绝望魔刀也再次回到了他的手中 整个人如一个大魔尊一般 身体开始暴涨起来 瞬间变得顶天立地 被逼入绝境 陷入疯狂的黑气 六界都少有敌手 啊 他狂笑着 手中随同放大的绝望魔刀 狠狠地向着老天爷的第二化身劈去 那绝美的女人 依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他如同玉石雕刻出来的一般 一双七双赛雪的玉掌舞动而出 竟然生猛地用两片手掌 夹住了千古魔刀 违据 违据 违据